好,再來我們要介紹負列級數了 你可能或是或是有聽過這個東西 但是一般維基分的課本是不會去談這個 即使是Steward這本書 他也是放在網路上的附錄 就是你去他書的網站然後他有補 就是負列級數的一些計算在他的那個網站上 對,但他的就是實體數或是電子數裡面 都沒有這個內容的 不過他網路上補的東西 3號也只是跟你說 喔,負列級數的定義是什麼 然後你大概會怎麼算他的那個負列係數這樣子 那為什麼這邊要談這個東西 是因為物理系的你們之後很常會用到 就是算負列級數這件事情 而且還會談到負列轉換 那這些概念的其實從負列級數開始去建立比較好 那這邊會花很大的篇幅去建構負列級數 然後說明他的熟練性 還有重要的幾個性質 就是主向跟尾分主,主向級分的性質 OK,那至少在你理解了Tiger展開式或是密集數之後 你知道某一些函數它的那個Tiger series 它其實長得並不是那麼好看 比如說三角函數好了,sin或cos 你把它再連連展開 它確實可以展開 而且公式其實也不醜 但是這很自然 因為你硬要把一個周期性的函數去展成 跟 展成多項式 然後多項式本身是沒有周期可言的 所以它之間一定就是會 就是它的變換一定是非常的醜 你要說醜也可以 對 像指數函數的case它就會長得很好看 也指數函數它的Tiger展開式的coefficient 其實是還蠻漂亮的 對 那 還有另一個想法是 有時候你在做一些物理實驗 我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這是我推測 當初會 會有 Fluority Series這個概念跑出來 是因為很多 物理實驗在觀察波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周期性 但是那個周期性非常的醜 就是 你可能會看到 那些波會有一種 就是過了某一個周期之後 都會重複 但是那個重複的樣子 又不怎麼一樣這樣子 而且它甚至還可能是有一個 長期看起來是有一個 往上升或往下升的趨勢這樣子 那其實這兩個概念也造成了 就是 複裂轉換跟那個 拉伯達斯轉換的 想法的 的引入這樣子 就是它希望把一個 呃 你可以說 因為你破可以看成就是一個 函數的圖形吧 把它 分 分解成或是把它 把裡面的成分分解成 周期性的 以及有一個 長期趨勢性的 長期趨勢性的 這兩個分開來看 OK 所以呢 基本上 FURIA Series 這個它整個概念就是 想要去 處理周期函數 對 有很多的周期函數 它可能就是 呃 就是你商號 知道它 是 一個 一類 偏文方式的解 比如說 就熱和波 之類的 但是你 不知道怎麼去 把它的解 很好的 用一些函數的線性組合 給寫下來 那是因為我們 人類對於函數的理解 不多 就是我們可以真的寫下來的函數 其實是不多 這樣 但是你 但是你研究熱方程 或是波方程 你確實要 料理它寫的性質 所以呢 它 有時候的手法就是 把它做複裂展開 這樣子 好 這聽起來可能很受想 但是之後你學 跟物理相關的知性 應該就知道了 但是在數字上而言 基本上就是 整個概念就是 想辦法把 一個周期函數 展成 賽跟口賽的 合 這樣子 那個合 又無窮多像 那整個內容呢 我會 呃 就是照著我 講義上面寫的那個 步驟來介紹 好 公羅 assistant 好 那為什麼就是 周期函數可以展開呢 我們考慮這個空間 就是所有連續函數所構成的集合 在負拍拍上面 那為什麼要選負拍拍 一來它就是 賽跟口戰就是一個二拍的周期 你會問說 為什麼不要選零到二拍 要選負拍拍 它是因為之後 再算一些負列係數的時候 呃 選這一組 會有一個好處 那我們之後再算的時候 你會發現 也可以選零到二拍 就是 都有人用 不過比較習慣是 取負拍拍這個對聲區間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上去學符號 我們知道它就是 所有在負拍拍 上的連續函數 在負拍拍上 它會構成一個 那個 下單空間 C負拍拍 所以 我們可以選擇 這個 下單空間 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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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自然 點擊 ma ina 那一些的符號呢 呃 由於它不是像 R3控制 全上的點 點擊 所以呢 有些書的符號 會用尖括號 不過這邊我們就用 一般的括號這樣 然後 他有兩個 這括號沒有兩個位置 分別放 连续函数 前后都会是取成连续函数这样子 C 复排排 有些书他会用尖括号就是这样子 我记得我在12章那边是用尖括号 但anyway 这边这样已经打了 就是用小括号 那这个内机是怎么定义的? 由积分定出来的 它是一个 你可以把这个内机看成是函数 或是一个mapping 那他前后位置放的都是 在复排排上的连续函数 这两个函数做内机之后呢 他会得到一个时数 那这个内机具体是怎么定的呢? 如果你考虑两个函数 f 跟 g 做内机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 他们在复排排上面相乘之后 再取积分 这样子 但是呢为了 之后的标准化或是 之后的标准化或是 呃 对 为了之后再造 基底的时候好看 我们在前面会多除一个那个 coefficient pi 对 这个 稍晚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要除一个 除一个 除一个pi 这样子 那很想来呢 它是一个内机 因为呢 这个 in the product satisfies the following property 第一个事情就是 任何人跟自己做内机一定是正的 因为你函数相乘是正的 在一个地方上面几分是正的 所以就是正的 and 如果你自己跟自己做内机 等于0的话 如果且微若 f 横等于0在 对 f pi 上面 啊因为是连续的 所以呢它不会有跳掉点 所以呢 一个正 非复的函数 在一个b 区间上面做内机 等于0的话 那这个函数一定是0函数 我记得我们上学期有一个习题 有写过 只是那时候是在一般的 ab 区间上面 现在在f pi 当然也要 对 第二件事情呢 你f 跟g 做内机 就等于g 跟f 做内机 或者你根据定义写开 你就知道是对的 好第三件事情 内机会具有线性的关系 如果你有两个guston alpha1 跟 alpha跟beta 那你前面的考虑函数是 某一个f1跟某一个f2 那线性组合 那这个线性组合 有构出来一个新函数 跟g 做内机的话 那它会等于 分别做内机之后再相加 所以就是alpha 然后这个alpha 是一个常数 所以可以提出来 会等于f1跟g 做内机之后 乘alpha 加上beta 乘上f2 跟g 做内机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 其实是对所有的 constant alpha beta 都对 而且对所有的 连续函数在 复拍拍上面都对 好 所以你现在在一个相像空间上 你有内机了 OK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你可以弹锤子 可以弹投影 干嘛之类的 OK 好 那还可以多说一点的是 内机会生成 它会主动生成一个长长度 we al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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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e the non-negative 飞部的g 呢 number 我们用 2-f这样子 那这个就定义成 f 跟自己的内机 开根号 这样子 對自己跟自己做那一機之後再開根號 就是像你在R3上面的向亮 自己跟自己做那一機之後再開根號 就是它跟遠鏈的距離 那這個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推廣剛剛我說的 向亮的Dub Prada的概念 它可以把這個東西想成是F5它的長度 因為你在R3向亮上面 你自己跟自己做那一機再開根號 就是這個向亮跟遠鏈的距離 那就是這個向亮的長度這樣 它有一個比較fancy的名詞 它叫做To Be The L2 Note 其實是因為L2它是一個 所以像很重要的一個空間 它是一個Hilbert Space這樣子 那有時候 因為在這邊我們不會討論到其他情況的norm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這個值叫做F的norm F的長度這樣子 Or Simplicity 這樣可能在講這邊的東西 我可能會murmur很多事情 它murmur很多事情其實是因為 就是在很比較 Advance的課程裡面會講 但是這邊 但是我覺得那個講起來蠻有趣的 所以我會稍微提一下稍微提一下 你有興趣就聽 你沒興趣就當作沒講吧 OK 但是呢至少你在R3的時候 你是知道很自然而然會有一組基底 在R3 你的很自然而然的基底就是E1 E2 E3 你比較熟悉的可能是IJK 這組基底這樣子 我們曾經討論過在那個12章的課程影片中 所有的R3項鍊都可以展成 IJK的線性組合 或是展成E1 E2 E3的線性組合 這樣子 OK 那那個線性組合展出來的就是 那個線性組合前面的係數就是 那個相當投影在分別這些 基底相量的分量 這樣子 那我們也想做這件事情 但是你至今為止你還不知道在 這個空間上面 它的基底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 OK 那你也知道這個應該 不是一個有線微的相當空間 因為你不可能用有線個連續函數 就就可以把所有連續函數組合出來 那不可能 那根本是電方夜譚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再來要推廣的是 基底的概念 OK 基底的概念 比如說呢 A collection 那你的基底的案是從這個空間去取 因為你基底有一個功能是做線音組合 要把整個 把這個空間給展開來 所以你這個空間的人都是函數 所以呢 我們是 在這邊會是 A collection or function 那這邊 那個過渡符號 S 裡面的人就是 寫成 V0 V1 V2 有很多個 所以它是 一個可數集 In C 如果 Othoconal 正教的系統 system stoppipi 如果呢 這兩個不同的這個 系統裡面的函數 vn 跟 ven 他們做內機會是0 for n 不等 n 這樣子 好 這個概念就先推廣了 內機的第一件事情 线性独立 线性独立你可以把它想成 先推广的这个 这一组内机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垂直 OK 因为你知道这一组标准机底下 两两会互相垂直 垂直的情况下 用内机去定的话就是 内机等于0 所以这边会有 这两个不相同的VMVM 他们做内机会是0 这样子 然后这是forM不等M OK 自己跟自己做内机如果是0 那就回到第一个就是0 就不可能 所以自己跟自己做内机 我们可以有 有以下的规定 如果 除此之外 In addition 里面的每一个VM 它的长度是1 也就是呢 VM 长度等1 也就是说自己跟自己做内机是1 折 折呢 这样的一组成s 然后两两个做内机 不相同两个人做内机是0 然后 自己跟自己做内机是1 的话 那这样的system 我们就叫它一个 Is 标准证教系统 Is there to be AUTHONORMAL SYSTEM 有些人會把它寫成AUTHONORMAL BASIS 也可以啦 因為到後買 這邊還不能寫BASIS 因為這邊只是跟你說 因為你還沒有說這裡面的這個S裡面的人 可以把用透過吸引組合 把這個空間C-V-V-V的人都組合出來 所以還不能說它是基底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叫它標準證交系統 以後呢 那個標準證交系統的這個東西呢 它的中文是標準 標準是因為它的每一個人長度都是6標準化的 證交 就是垂直的概念系統 那以後我們會縮寫成ONS 比較方便 好 那所有的標準 所有的證交系統都可以簡單的 動一下手腳 變成標準的證交系統 你就是儲上每一個項量都儲上自己的長度 去得到那個新的項量就好了 Every Orthagonal System For which 這個 For which 每一個呢 如果它的長度 每一個人的長度 每一個人的長度 在系統裡面每個長度不等於0的話 Can be 可以被轉成 Con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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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o And Orthonormal System By Dividing H Vn By It's Norm OK 你就是 我的意思 是本來你的是 本來的這個S是 V0 V1 那你就把它 取一個 S1好了 就把它定成 V0 除上 V0的Norm 當成第一個新的人 然後 V1呢 也除上它的Norm V1的Norm 然後 V2呢 除上V2的Norm 一直下去 下面這一組 如果上面這一組 是 證交基底的話 S1這一組 就是標準證交基底 因為它的長度是1 你在跟別人做內接的時候 還是0 因為你只是 乘處一個長數 不影響 垂直性 還記得 你在一個向量前面 乘或處一個長數 只是做伸索而已 它的方向性是不會改變的 那 你原本給它垂直 你 沿著自己方向 伸長幾倍 縮分幾倍 跟別人還是垂直 OK 我發現這樣的字體其實 用高級影片看起來是蠻 蠻那個的 蠻清楚的 所以我們的字 就寫那麼小 好 那有人想說 那在C-PiPi上 要找誰當你的標準證交系統呢 我們在古早以前 我們有一個習題 其實也沒有很久了 In Section 7.2 7.5 我們在介紹三角函數的 積分的時候 的 Next Size 75到77 那時候我們已經 寫過這個習題了 我們知道 Sine 的 這個 for 如果你的n跟m都是自然數的話 那 Sine的 mx 乘上cos的nx 積分起來會是0 那時候我們也用計畫合差 然後你算一算 就會得到 因為 你計畫合差就變成兩個 而是 那時候我們也用計畫合差 三角函數 sin或cos的合 那 不管怎樣 他就是計一個周期 還是0 這樣子 因為你只是角度做了一個 正整數倍的改變 那你計一個周期 還是會0 那你不限的話 你自己去算一算 因為我已經算過 就不算了 好 那Sine跟他自己呢 Sine的 mx cos 再乘上 sine的mx 這個東西 積分 他會等於 cos的 因為你就只是插一個 那個 浴角嘛 那所以你run的一個周期 等於你的那個 取浴角之後也是run的一個周期 所以這兩個指揮是相等的 然後cos的 conx dx 這個東西呢 最後的結果會是 0 如果呢 你的n不等於m pi 如果你的n等於m 也就是說 他們必須要是相同的 m跟m必須相同 這兩個 積分值才會有值 是pi 那如果不是的話是0 那因此呢 我們用我們內積的符號寫出來 你會得到 sin mx 跟cos nx 做內積是0 然後呢 sin mx 跟sin nx 做內積 會等於cos mx 跟cos nx 做內積會等於 由於 由於 那這是為什麼我們剛剛定內積的時候 要 是定成兩個函數相乘的積分 前面再除以pi分子1 這邊是為了讓那個pi變成1 所以就變成0 如果呢 n不等於m 1 如果n等於m 所以你現在就會覺得好像很棒 這群si nx 跟cos 你會猜他就是你要的那一組標準証教系統 所以會變成side nx 然後cos 我們習慣把 我們習慣先寫cos cos的nx 然後side nx 然後n等於1到無窮大 這一組你可能會猜 他就是一個標準的 對 他就是一個標準的証教系統 OK 那是你猜的 因為確實這裡面的任兩個人 這邊不是只有兩個 這邊有一堆一個 cos1x cos2x cos3x 一直都在裡面 sin也是 sin2x sin2x 都在裡面 好 在這邊想說 那這個是不是構成了一個 標準証教系統呢 但是你別忘了 常數函數也是連續函數 那你把常數函數直接用side nx 這個口在寫出來好像有點怪 是吧 however any constant function is in c的負拍拍 常數函數當然是連續函數 因此呢 therefore we need to choose 我們需要選擇一個常數 to choose a constant function a constant function a constant function 那邊的constant function 就叫小c 這樣子 使得呢 c 然後 c只有一個人 然後cos1x有一堆人 sin1x也有很多函數 這樣子 n等於一道無窮大 它會形成一個 homes and 標準証教系統 所以我們要做這件事情呢 to do this 那任何常數跟cos 或任何常數跟sin 做積分 它們內積就是 它們相整區 積分嘛 那剛剛已經說過啦 就是 這不是剛剛說過 三角函數本人 基一個週期會領掉 它的一個 正整數倍的角度 基一個週期會領掉 你前面再乘一個常數 基一個週期還是領掉 所以 這已經 你這邊加這個c 跟後面任何人 做內積都是0 OK 所以你還要做的事情是 to do this 你必須要求 他跟c跟z 做內積會是1 這樣子 所以 我們要求 然後 c跟c 等 inner product 是1 那這就跟你說 π分之1的 積分 負π到π c跟c嘛 就是c平方 dx 要等於1 所以會得到什麼 2π 1分之1 積分記出來就是2π乘上c平方 要等於1 所以會得到c 平方要等於2分之1 所以 c可以取正的負的 我們習慣取正的 所以取一個就好 跟2分之1 OK 所以我這邊是故意取正的 因為你只要取一個常數反數就好 你不用取另一個常數反數 因為你取負跟2分之1 只是跟 原來的c差一個負號 也是差一個常數倍而已 所以呢 無法 OK 那我們這邊取 c等於跟2分之1 因此呢 根號1分之1 然後呢 cos的 nx 以及sine的 nx 這一組sequence呢 他就是一屬 isn omb 標準 正交 系統 然後這邊打成ons 打成omb 好 負ππ OK 好 再來我們做一個大膽的預測 我們這一集的主要功能就是 把所有的在負ππ上的連續函數 展成 用這一組 類似標準基底的東西的線性組合 OK 那當然你不可能憑空就去得到這樣的 結論 你一定是顯身 先用那個假設說 欸 如果我們做一個大膽的預測 如果真的有一個函數可以展成這些函數的線性組合 那他應該要滿足這麼條件 OK 所以 now suppose 我們假設 某個連續 去函數 在負ππ上面 can be express s 我們這符號用這樣寫 f 一個小秋瑩 OK 要展成這些東西的線性組合嘛 OK 所以呢 就是某一個倍數的 根號二分之一 那我們這邊 先寫 c0 那為什麼不寫ab 因為ab被後面的人搶 搶走了 然後再加上 summension n等於1到無窮大的 cosnx前面的係數 我們就用an來寫 cosnx 然後再加上 sinnx前面係數 我們就用bn來寫 這樣子 我們假設f真的可以被斬成這樣 這代表說你隨便給一個x 在負ππ上面 你fx會得到一個值 然後你右手邊x帶進去 也會得到一個值 然後這兩個選子相等 這樣子 然後對每一個x都對 或是對幾乎所有的x都對 那就是f有這樣的展開 OK 就像你那時候在學密集數的 到底是一樣的 左手邊是一個函數 右手邊你可以看成是一個 series或function 那它也是一個function 只是右手邊它的函數的取值 是根據收斂器得到的 好 那你會問說 真 急速水久你應該會瞬間問說 欸 右手邊這個急速這樣送起來 真的會收斂嗎 OK 但是這一次我們其實 我們還沒有 還不知道它會不會收斂 OK 就你單看後面這一個 無窮級數 你還不知道它收不收斂 對 那我們現在就假設它收斂 而且f也可以斬成這樣子 那看我們需要 在這個情況下呢 你這個係數要怎麼求 就很像一開始我們在找 泰的展開式的時候 是吧 泰展開式我們也是說 欸假設f可以斬成一群 多像式的核 或是多像式 斬成一個無窮多像式 然後去找多像式 就是每一項前面的係數 我們現在是先做這件事情 for some constant 這邊有an c0 然後ak 我這邊用k喔 改k應該比較簡單 好我這邊用k 所以改成k 我講一會再 自己再回去改就好 k 好像把主標改成k k sine kx for some constant c0 akbk 好那再來你就想說 要怎麼去算 這個 這些akbk出來 to determine to determine this coefficient 我們來算一下 你現在不知道怎麼算 當然你確定不知道怎麼算 但是你有的條件是 就是 這些sine cos kx 然後 跟根號分之一 它會 形成一個 標準證照系統 那標準證照系統的好處在於 兩兩座內積是0 所以你一定要從內積的方式走 因為現在 他們彼此之間 能夠讓你算的就會取內積 ok 所以呢我們來算一下 比如說 f 跟 cos kx 這兩個人的內積好了 ok 那內積就有線性嘛 ok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成三項 就是 c0 然後 根號二分之一 要寫那麼快嗎 假設f已經可以展成這樣 所以他 我們把f用這一個 這一個式子 右手邊的負列極數把它都塞 塞進去 k等於1到無窮大的 ak cos kx 加上bk sine kx 好 整個人呢 跟cos kx 做內積 好 所以 根據那個線性 你會得到 它就是c0 然後跟 更號分子 其實 其實 其實是無仿的 好吧 那就 所以是第一項 跟cos kx 做內積 或是你直接用 那個 積分的方式寫出來 然後再根據積分具有線性 你可以得到下面的結果 然後加上 可以等於1到無窮大 然後呢 ak 是constant 提出來 所以只剩下cos kx 跟cos kx 這邊我習慣用內積的方式寫 因為比較簡潔 不然你要用細體積分 要寫上下線 多麻煩 然後再加上 bk 然後呢 裡面是 sin kx 然後 cos 做內積 那 括號裡面有一個 豆點 那前面後面都放函數的話 那你就知道 我這邊是用內積的符號 它就不是做表點了 好 那前面這個是0 因為cos 跟某一個常數 乘起來 積分 一圈是0 然後加上sign 好 這邊雖然有很多項 但是呢 當cos 這邊要用別的符號 這邊必須換 cos kx sign 這邊要改寫一下 因為我這邊是用cos kx 做 所以 嗯 這邊的主標改一下 不然那個符號會 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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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混淆 sign的符號我們用n寫 所以這邊 an oh shit an nx 好 這是nx 所以 然後跟cos kx做 這樣子 所以下面變成n 這個就是n 然後cos nx 跟cos kx做 那當n不等於k的情況下內積都是0 我們剛剛 不是剛剛 我們剛剛才提到的事情 所以這邊 只有當n等於k 才會留下一個ak 所以呢 這個sign 其實只剩下一下 只剩下ak 那後面更不用說了 cos跟sin 不管你的k跟n一不一樣 基本起來都是0 所以這個內積是0 所以只剩下一下 好 這跟你說什麼 跟你說 你f跟coskx做內積 就會得到f的展開式 的cos那一項前面的係數 那換句話說 這一個展開式前面cos 前面這一項的這個係數 就是f投影到coskx上面的長度 或是投影到上面分量 如果你把內積這件事情 把f跟coskx的內積 理解成投影上去 的這個概念的話 是吧 不對啊 我們之前在討論 a跟b的做內積不就是 這邊有一個 a向量b向量 然後把a向量投影到b的分量嗎 我們不是在 就在做這件事情嗎 OK 那只是換成這個東西 這個內積只是換一個寫法寫 OK 那同樣的你會有 那這件事情是 對所有k都對 similary f跟coskx做內積 理解成f投影在coskx上面的分量 就是 這一個展開式的 coskx前面的係數bk 好 那有點麻煩的是 也不是說有麻煩的 就是 為了之後再記憶 你要怎麼算這些akbk方便 我們會對那個 常數項做一點處理 to deal with f c0 更好1分之1 我們lin 好 這邊會有一個操作 讓你之後 記憶那個 負電的幾數前面那些 confusion的公式會變得好記 如果我們lin a0 等於 pi分之1的 -pi f a 你本來想說 a應該是對應是 cos前面的 coefficient 但是現在是a0 所以應該要對應的是 cos0x 那cos0x呢其實就是1 是吧 就是單位值1 因為其實就是f 本人的積分而已 ok 好 那我們又知道什麼 c0 這個 這邊的c0 你應該怎麼求得 應該就是 f 與 根號2分之1 去做內積 得到了 是吧 因為這是 根據我們剛剛算 cos kx 算ak跟bk的經驗 我們會得到 如果你f跟根號2分之1做 內積的話 那你得到 就是f投人在根號2分之1上面 剛好就是 根號2分之1前面的那個 constant 或是它的coefficient 就是c0 那這個 你根據定義寫開就是 π分之1 負ππ 然後fx 乘上根號2分之1 再積分 我們把根號2分之1提出去 那就變成根號2分之1 然後裡面的人 把它放在一起 裡面的人不就剛好是我的a0嗎 那就等於 根號2分之1 乘上a0 所以你得到什麼事情 c0 等於 根號2分之1 a0 這樣子 那如果你兩邊 再同除以一個 根號2分之1 或是 同除以根號2分 根號2 或是同乘以根號2分之1 就得到c0 或是根號2 等於 2分之a0 這樣子 好我就用這個東西 把這一項給取代掉 OK 所以這樣記起來會比較方便 你就不用再去記什麼根號2分之1 OK 所以呢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 就是 所有的書它大概有七八成都會這樣寫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 那個 那個a0 這樣子 記得 we will write re write the constant term by 2分之a0 然後這樣你 也不用再另外記 因為a0 你知道ak就是 f 跟cos kx 的內積嘛 就相乘之後 積分 然後除以百分之1 這樣子 所以呢 a0本身就是f 跟cos 也就是單位值1 做內積 and the right 好 最後我們把最後的結果寫在中間 好 最後一行我們等一下再擦掉 做一下比較 這樣你可能記起來比較開心一點 其實就只是處理那個 常數項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expression寫成 然後我們把這個 2分之a0 加上 閃綿選的 ak cos kx 加上 bk ps kx 然後 可以等於0 到5 可以等於1到5 雄大 可以等於0 就是常數內向 所以本來是這樣子 C0 那C0你要記成f 跟f 對 剛好2分之1的內積這樣子 那如果你換成這樣去記的話 就比較有一致性 但是這個除以2 是你要硬背的 ok 那這個a0呢 就會 他的定義就是這個 f自己的 f跟 他不是f跟自己做內積 他就是f跟單位值1的內積 我現在把 在這邊習慣把積分這件事情 就直接講內積了 因為他的精髓 你看他怎麼說呢 因為你能夠體現他就是 就是一些 垂直啊 然後 垂直 分量 這些概念 你要內積去解釋 你用積分去解釋的話 是解釋不同的 對 你必須要用內積 的性質去解釋 像我剛剛這個東西 你如果單純看成 f乘上cos kx 在一個週期內的積分 你無法解釋 他是f投影 在cos kx上面的分量 的量 內積會得到一個量 分量 用分量也可以嗎 應該可以吧 好 所以 這邊的那個我盡量 在寫式子的時候 我都會用內積的方式寫 但是你心目中知道 這邊的內積是 由 兩個元素相乘 取積分 定出來的 好 其中呢 ak呢 他就是 f 我們剛剛得到的結果 是這件事情 就是 f 跟cos kx的內積 那他的 根據我們內積的定義 是 這個積分值除以π 那bk呢 然後這個k 是大於等於0 都對 那k等於0 就回到 這一個 算a0的case bk就定成 f 跟 sinx 的內積 根據內積的定義 就是 π分之一 積分重複ππ f x 乘上sin kx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為什麼要選擇這些呢 我們不能選別的嘛 就是你在展開的時候 所以下面的問題是 question why do we choose search akbk akbk 我們為什麼把這些akbk 當成那個展開式裡面的係數呢 那個理由是因為 這些係數 有現象下 他們跟 他們組出來的那個一群 有限個三角函數的和 跟f 他們的長度 他們的距離是最近的 ok this 那這個 你把它寫可能高級一點的符號就是 高級一點的說法就是 this coe efficient give give the best approximation in the following sense 你也可以說 in l2 no sense ok 那我們下面來講 到底是什麼sense呢 那你要說他最好 你就是要說明其他種的可能都不會比這一組來的好 所以我們考慮 其他的 係數 if we consider other other arbitrary coefficient 這邊姑且就叫 因為 我們已經把c裡那個方給拿掉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 假設 另一組係數叫做 ckdk 這樣子 我們把 我們把 denote 相對應的部分和 coease bound coease bound coease partial sound partial sound 然後這邊之後partial sound我也會縮寫成那個 ps 因為這邊不會這一節內容不會有密 不會有power series的 字出現 這整個要說一個章還是一個節 我也不知道 他也沒有到一個章那麼大 但是你把他用一個節的話其實他 內容蠻多的 就比較深的書 比較深的課程上的 你會有一節專門談 複利類級數 會有專門一個chapter 一個章 一個章 去談複利類級數 好 我們就叫 s n x 這個東西我們把它定成 a0 加上有限梗 所以就是sum k等於1到n 的 ak cos kx 然後加上bk sinx kx 所以這個sn 是對應我們剛剛這邊定義出來的 就是 f投影在cos 跟f投影在sin 的這一組 coefficient 所定出來的partial sound 部分合 那tr呢 就定義成 別組 或是任意的 ok 任意組 所以2分之c0 加上sum的k等於1到n的 ck cos kx 加上dk sine kx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算一下 那你的功能 你現在是想要估計f 跟sn 比較像 還是f跟tn比較像嗎 但你現在在內積空間裡面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估計 你把這整個當成一個函數 s 當成一個函數 t 也當成一個函數 然後f也是一個函數 那就這三個函數 f跟s比較近 還是f跟t比較近 那 在內積下 你有了內積你就可以 可以定義距離 那距離就是 兩個 向量相減 去長度 是吧 所以這邊我們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就是 這個向量 你要看的人 f看的人 在下降空間簡單點 就是看那個向量 但它其實是一個函數 減掉tn 的長度 你那個 如果只取長度的話 你還要再開根號 你就麻煩 所以我們就 那長度最小就代表是 長度平方最小 所以我們在算長度的時候 常常算是長度平方 因為你在長度定義起來 定起來會開根號 那這個根據定義就是 f-tn 它的內積 自己跟自己的內積 所以是 f-tn 這個函數 跟它自己 它自己也叫f-tn 的內積 對啊 好 那內積就有線性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成四項 因為你可以先把它寫成f-tn 好 對 對前面那一項 具有對真性 所以你要對前面 對後面都可以 所以它可以寫成f與後面那一項 的內積 減掉tn與後面那一項的內積 那這兩項又分別 可以再拆開 所以就變成f跟f的內積 減掉f跟tn的內積 再減掉tn跟f的內積 再加上tn跟tn的內積 你如果用積分符號寫 你寫這個會寫得很痛苦 所以我們用內積比較開心 好那f跟tn的內積 就等於tn跟f的內積 因為相乘 取內積 你反過來乘 還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九九線乘 f的長度平方 這是第一個 自己跟自己的內積 就是它長度平方 減掉兩倍的f與tn的內積 然後再加上tn跟tn的內積 這邊為什麼要這樣寫 因為我們tn要繼續算 由於呢 我們看一下tn跟tn是什麼東西 tn跟tn做內積是什麼 那你沒什麼辦法 你就是把tn照著它定義 把它寫下來 所以就是2分之110加上 summ k等於1到n 然後 ck cos kx 加上dk psi kx 然後這前面是tn 這整個tn 再超一次 就是後面的tn了 那等於1到無窮大 ck cos kx 加上dk 加上dk side kx 怎麼寫dx side kx 好 這兩個做內積 那你內積有線性嘛 所以你那個summ 其實就可以往外搬 可以齁 這邊是有線性 雖然說我剛在 我們在算那個 AKPK的時候 已經有偷偷的先把無窮相的東西 搬離那個 搬到那個什麼 內積外面 那事情其實是因為這個空間 是一個非常好的空間 它的 無窮急速盒跟內積是可以對調的 所以你這樣應該湊出來會變成 第一項 跟第一項的話就是 2分之C0的長度的平方 這樣子 好 那第二項呢 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 2分之C0跟後面這一群 summation做內積會是 0 因為前面2分之C0是長數 長數跟 conside做內積會跟sine做內積都是0 所以不用寫了 那第三項是 這一項 跟C0 2分之C0做內積也是0 所以也不用寫了 是吧 你要寫就寫加0就好了 好 那最後一項呢 是 這一項紅色的 跟後面那項一模一樣的 做內積 這樣子 好 那你知道這邊交成像 真的留下來 只有cos kx跟cosx做內積 就cos1 前面的cos1 跟後面cos1 做到內積的時候 才會留下c1 一直類推 ok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 summation的 k等於1到n 然後ck長度的平方 加上dk長度的平方 這邊要詳細寫嗎 這邊詳細寫也就是 這邊詳細寫會很囉嗦 但是我 好吧 那我們就再寫一次 首先我們把紅色的跟後面這項做內積 那你再根據線性 你這個後面的summation也會提入數 就是 所以代表說紅色你跟每一個 先跟c1的cos1x做內積 那你這兩項做內積 那你這兩項做內積 剛好就是c1平方 ok 那當你前面這個紅色跟第二項 c2的cos2x做內積的時候 只有 前面的這個c2cos2x跟他做內積 才會得到c2的絕對值平方 一次類推 所以就會剩下那些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前面這一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π分之1 從-π即到π 2分之410的長度 所以就是 他4分之410平方 是吧 因為自己乘自己 然後一個函數的長度平方 就是 這個函數自己跟自己做內積 現在這個函數是2分之410 所以就是 2分之410 就是c0乘2分之410 就是這個長數 dx 然後面呢 你的ck跟dk 群絕對值在平方 就等你直接平方 就好了 ck平方 加上dk平方 這邊你要那個長度 也可以不寫啦 你可以不要寫 絕對值也是ok的 好 那這一下你把它積分出來的話 就是 這是一個長數 他這個整個積分長度是2π 所以就變成2分之410 的平方加上 現在這邊好了 2分之410的平方 加上後面照抄 那這個k是從1到n 好 所以呢 剛剛我們算兩項嘛 我們先算的tn跟tn做內積是多少 我們還有一項還沒算 就是f跟tn做內積 就是f跟tn做內積 我們算第二個項 就是f跟tn做內積 那我們就把tn的定義把它帶進去囉 那就是f tn是1分之410加上閃面選的ck cosin kx 加上dk sine kx 然後 然後 k等1到n f跟2分之410做內積 所以就是 第一項是f跟2分之410做內積 第二項我們用線性把它展開 加上sine k等1到n 然後 ck是常數提出來 f跟coskx做內積 所以 加上dk 然後f 跟sine kx 做內積 好 根據線線我們就把 f跟後面這個sine 裡面的每根做內積 就變成這個sine 然後各自做內積 乘倍數再相加 好 所以這個不就是 你可以把2分之410提出來嗎 然後變成f跟1 這個單位值做內積 然後 後面這個東西呢 我們剛剛 根據那個定義呢 f投影在coskx 的分量就是 ak 後面就是 bk 後面正內積出來就是bk 那f投影在1上面 我們剛剛說過 就是 a0 那就是f跟1的內積 就定義成π分之1的積分 負拍照拍 f乘上1 所以就是2分之410 a0 加上summention的 又把它寫出來 之前不要寫 好吧 都可以 k等1到n ck ak 加上dk 乘以bk 這樣子 好 我們把這兩個結果 input到這邊 的式子 感覺寫了一堆很厲害的東西 但其實也還好 希望我們在這邊可以多 體會一下 複裂技術 它的 比較數學一點的過程 因為你們之後會用的 就是直接拿來 用了 ok 看上去都非常的自然 看上去都非常的自然 因此呢我們會有 我們剛剛算f跟tm的距離平方嘛 對不對 第一項呢 照槽 第二項呢 就是減掉兩倍的 這個東西 2分子c0乘上a0 加上summention的 ck平 加上bk平 喔不對 記錯了 ck ak 加上dk bk dk bk 那邊k是從1到n 這樣子 好還有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 是加的 加上tn乘tn 所以加上tn在哪邊 tn在這一項 所以就是2分子c0平方 加上summention的k等於1到n ck平方 加上dk平方 這樣子 好 這次我們多一項給他 好 這次我們多一項給他 第一項不動他 然後第二項呢 我們只 我要用一個紅色的 紅色糖色好了 剪一項加一項給他 那當然你要為了跟你的sn做比較 所以我們就 剪掉 sn可以算出來的結果 這個你等下算下來就知道了 ak平方加bk平方 k等於1到n 這樣子 好 你剪了這一項 我們再加回來 然後加上summention的k等於1到n ak平方加bk平方 好 紅色這一項 這兩項是在前面完全沒出現 我只是把他塞進來 好 後面的東西造草 剪掉兩倍的 好 這裡就造草的 把白色剛剛沒有草下來的東西 整個草上來 好 那 紅色的部分 剪的部分我們留在最前面 然後把他整個寫在一個括號裡面 所以就變成2分之ad 加上summention的 ak平方 ak平方 加上bk平方 可以等於1到n 好 剩下的我們要配方 首先呢 用藍色 有沒有藍色 有藍色 有藍色 好 我們看一下 嗯 藍色的這一項 跟這一項 跟這一項 欸 我是不是少一個平方 對 這邊要平方 sorry 平方 對 這邊有一個平方 好 這三項 這個 跟這個 跟這個 湊起來不就是一個完全平方嗎 等一下不就加上了 2分之1的 C0-A0的平方 是吧 你要寫A0-C0也可以 但是這是為了跟後面臭 這樣子 ok 是吧 你把他展開不就是這三項 藍色的這三個項 然後呢 黃色好了 黃色的這一個 跟這一個 那你的sum他會 都有 所以倒也還好 這樣子 好 所以這一項就會變成summation的 k等1到n的 然後 ck-ak的完全平方 這樣子 不要忘了這外面還有一個2 所以湊起來剛好 ok 先不要看summation嘛 就是ak平方-2 akck 加上ck平方嘛 那全部取summation就得 每一項都是做一樣的 就是配 就是寫成完全平方的事情 那最後一項 我們就 這樣子 所以最後一項也有 我們就把它寫 分開寫好了 再加上summation的 k等於1到n 先分開寫 等一下再寫在一起 所以對dk-bk 我們也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這三樣就寫完了 好 最後寫 再寫一項 把它整個 砍排在一起 好 最後一項也做什麼 我只是把最後一項的summation 兩個要寫在一起 所以變成 後面這一項是 2分之1的 c0-a0 平方 加上summation的 k等於1到n 第一個部分是 ck-ak的平方 然後summation第二個部分是 dk-bk的平方 好 我們剛剛算的是f物件 f跟tn的距離 那我們再來 再算一下f跟sn的距離 那你就可以比較了 應該吧 另一方面呢 f跟sn的距離平方 好 那根據你那個做內機 你一樣把它寫成f-sn自己做內機 然後寫開就會有四項 那中間兩項卡牌起來變成兩倍的f跟sn做內機 再加上sn跟sn自己做內機 這樣子 好第一項我們都不動它 因為你算不了f就是一個函數 它自己的長度平方 然後第二項你可以把它寫成兩倍的f與sn sn別忘了 它是ak-bk這個coefficient 它的對應的series的partial sum 所以就是閃邊選的 ak cos x 加上bk sin x 然後k等於1到n 然後加上sn跟sn自己做內機 那剛剛我們在算tn的時候已經有一個經驗 tn跟tn自己做內機的話 算出來會是這個東西 那sn跟sn自己做內機也會一樣 因為那個只是 sn跟tn說出來就只是他們cos 跟sin前面的coefficient 一個是 一組是ab ak-bk 一組是ck-dk 所以那邊可以直接用過來 所以就是2分之a0 加上summation的ak平方 加bk平方 k等於1到n 所以你真的要多算的其實這個 啊這個其實也不用多算 因為會有點不一樣 就是 你看得出來的話 就只是把這邊的式子的 ck改成ak dk改成bk而已 所以就變成兩倍的 我們算慢一點的話 我是不是掃寫一下 對我掃寫一下 對我掃寫一下 掃一個a0 2分之a0 加上summation的k等於1到n akcoskx 加上bk 加上bk 再kx 這樣子 好所以f跟這個自己做內集之後 會得到 2分之a0平方嘛 這樣子 你2分之1提出去 就是f跟 寫慢一點 還變成f 跟二分之二做內積 加上 summation 的 k 的 1 到 n ak 提出來 然後 f 跟 cos kx 做內積 加上 bk 然後 f 跟 sin kx 做內積 這個是中間那一項 最後一項照抄 所以中間這一個就變成 f 跟 e 做內積 減掉兩倍的 二分之 a 頂提出去就變成 f 跟單位值一做內積 那 f 跟單位值一做內積 我們定義是 a 頂 就是 a 0 平方 加上 好 再來是這個 那 f 跟單位值 cos kx 就是 ak 所以這邊變 ak 的平方了 後面也就變成 bk 的平方 然後加上 2 分之 a 0 加上 summation 的 ak 平 加 bk 平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這邊有兩個 兩個 這一個高號後面是加的 所以就 一加一減值 這只剩下一組 所以就變成這個 平方 減掉 好 用掛號寫 A 0 平方 over 2 加上 summation 的 ak 平方 加 bk 平方 這樣子 好 所以你比較這兩項 這一個是 f 跟 tn 的距離 他寫成這樣 那這邊呢 是 f 跟 sn 的距離 他寫成這樣 誰比較多 這個嘛 他後面又加了一坨 東西 是吧 所以你要選擇 讓這個距離最小的話 你的 c 0 就要等於 a 0 c k 就要等於 a k d k 就要等於 b k 才可以讓 j 後面這個 整個消掉嘛 這個式子的意思 是跟你說 f 跟 隨便取一組 那個 coefficient 所構成的 partial sum 那那組 coefficient 如果叫 c k dk 的話 那他一定會 算出來一定會是這個結果 f 長度的平方 減掉 f 減掉這一組東西 然後後面再加上一個 c k 在 就是整個跟 c k dk 有關 其實是在最後這一項 那你要讓這整個 數 最小化的話 只有可能讓後面都是 0 因為後面就是 一群完全平方合嘛 所以會讓他最小化 後面一定要是 0 比如說你剛好如果取到 c k 等於 a k d k 等於 b k 的情況 就是 f 跟 sn 的距離 那剛好真的就可以最小化 好 所以我們結合這兩個結果 我們可以把 f 跟 sn 的距離 以及 f 跟 tn 的距離 用下面的式子寫出來 這個我看一下 我這個式子我把它寫成 這個式子等下用到 f 跟 sn 這一組 我們特別去找的 a k b k coefficient 會更於 f 的平方 減掉這個東西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式子 F长度是积分嘛 那些极数的东西你可以看成是 一个Series它的长度 所以这其实把两个不同空间的长度 加在一起 那我们等下我们晚一点再说好了 好 这个是叫18.1 等一下可能会用到 它为什么叫18呢 因为我把这个东西排在就是当成第18章这样 但是这本课本压根没有第18章 ok and then 根据这边的结果跟那边的结果你就知道 F减掉SN的长度一定会小于等于 F减掉TN的长度平方 你应该不能说减掉 就是F跟TN的长度这样子 这代表说 which means that the choice of AK BK minimize 好 你的那些想法其实是用SN去估计F嘛 所以他们的误差就是F减SN这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它会把 误差最小化 那这边的误差呢就是 F跟TN的距离 当成误差 你要最小化这样的误差 因为TN里面CK跟DK是你可以认取的 随便取 那你要找到最小的 发现最好找的就是 我们最厉害的定的那一组系数 AK跟BK ok 所以呢 我们这边的计算呢就导致 下面这一个Proposition 该说就证明完了下面这个Proposition 可以给一个在复拍拍上的连续函数 叫F for any Fix 固定的一个正整数 positive integer the mean square 这边它有一个正好名字叫做 mean square 你可以叫做那个 L2 error 都可以 square 这边更 讲起来更像 更像统计学的感觉 就是F跟TN DN的距离 或F跟DN的互差 那这个东西根据定义呢 它就是 π分之一的积分 复拍到π 但是我们算的时候其实不是把它写为这个东西算 我们算的都是用根据内积的性质 fx 剪掉 因为它写起来比较好看一点 加上summ ck cos k x 然后 加上dk sine kx dx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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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有限的极数 这一组 这一组 以ck跟dk为系数的 partial sum 来估计 来估计 来估计F 那它们的差呢 我们是用 积分来定的 因为你现在讨论的这个空间 最好的内积是由 积分定出来的 OK 那这样的mean square rule 如果有什么时候会这一项呢 attains minimum 那这边呢 ck跟dk 可以被我看成是变数 here we view ck and dk are variable 因为我们刚刚的公司做就是要去说明 为什么你要去选ak跟bk嘛 那是因为你在考虑这个min square rule的时候 你是要选择良好的ck跟dk ck a跟b 这样应该也是可以 但是在那个方式下 其实会比较自然一点 也不是自然 就是你可以在那时候定义什么叫ak 什么叫bk 因为你在算的时候 你在算 差掉了 你在算f-tn的时候 你会得到一堆什么 你会得到有一项 你在算f-tn的时候 也会得到这一项 这一项你在还没有定义 a0 ak bk符号出来的时候 它会是一堆东西的 就是f跟cos的积分 f跟sin的积分之类的 然后你在这时候再定义ak 交做f跟coskx积分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前面那个定法比较直观 而且 这边 而且这边有帮你处理好 就是这一个 常数项的问题 就是在我们前面在定的时候 就事先处理好 常数项 这样在这边你就不用 再花心思去处理这个常数项 好 那这件事情它会得到最小 若且为弱 if and only if for k 小于等于n 我们的ck 就选ak and bk dk 就选bk 那这个ak跟pk就是r of the oh 好像没有定义这个名词 oh Foreal Foreal Coefficient of f 好 就是说 ak等于这个 f跟coskx做内积 然后bk等于f跟sicx做内积 然后这个东西akbk 我们就叫做是 f的负利液集 系数 前面好像没有写 你这边或是前面自己补一下 好 那根据 所以这个我们就证完了 我们刚刚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来证明这个proposition 嗯 好 那根据呢 18.1 我们有 由于你18.1的左边一定是正的嘛 所以呢 你会得到右手边也要是正的 那右手边是正的 就代表说 什么事情呢 F的长度 会大而等于 a0 平方加上 sum ak平方 加上bk平方 k等于 1到n 这样子 这是我们刚刚随便给一个n 我们都做出这个结果 所以随便给一个n 你也可以算出这个东西 那这边n可以 这边你发现呢 右手边是一个正向极数 有现象的部分和 OK 这件事是对的for n 大于等于1 所以呢你发现 一个正向极数 它的部分和 有一个上界 我们常用的根据单调收敛定理 它的部分和有一个上界嘛 所以呢 这个极数就收敛了 那我们会把它写在一起 a0 平方加上 sum n k等于1到5 重打好了 ak平方 加bk平方 它会收敛 好 那前面反正它是一个长度像 没有管 所以 关键是后面这两项 那这是两个 极数 但是这anyway 它整个都是一项是一个正向 就是 ak的平方 每一项都是正 bk平方 每一项都是正 所以代表说 你根据那个 后面这个极数 又是收敛的话 就代表它尾巴向要跑到0 那尾巴向这两项 每一个人的 每一项 每一个人都是正的 所以它们分别要跑到0 是吧 因为都是正的 那 加起来要跑到0 代表说我们 两个分别都要跑到0 不然 不会跑到0 所以in particular 根据极数收敛的话 它尾巴向一定跑到0 我们会得到 这个东西 这边符号写的n 负利液系数 负利液系数 它构成的sequence 收敛 就是这件事情 moreover 这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 你不觉得吗 你刚刚在算ambn 你只是算f 投影到cos f投影到cos 然后你这些算出来的话 你会分别得到 要两个极数 然后根据我们刚刚那些算法 那这根据那个 这是部分痕 然后有上界 所以这个整个极数收敛 然后你再有极数收敛 得到尾巴想要收敛 你竟然得到 不管你是什么函数 这一件很重要 f是随便一个函数 只是在复拍到连续 它的复利液系数 所构成的数列 一定是收敛 这是很厉害的事情 也很有趣 moreover 你可以想一下 为什么 你用 你的 ambn这样定的话 它会得到一个 修炼的极数 的数列 好 我们再看一下 11.8 18.1 它还给我们说了什么事情 当你左手边的极限是0的时候 右手边的这个也会是0 所以就代表说 当你f sn真的收用到f的话 那么f的长度就刚好会等于这个极数盒 你得到的是 现在这边好了 因为这也是一个很高级的结果 不得不说我是第一次交负利液 几数相关的内容 因为之前开那个 薯秀不会讲这个东西 你觉得这边比较有趣 所以呢 f的长度会等于这个极数盒 负利液系数所构成的极数盒 ak平方 加bk平方 合起来 ok 若且为若 左手边的极限要是0 f-sn 这个长度的极限要是0 你平方是0 跟你本人是0 应该没差吧 ok 那nome其实是连续的 所以其实是可以往内奔的 nome是连续这件事情 还 唉 现在还不能说 好 我们把这些结果 summarize 成下面的colary 随便给一个连续函数 在负拍拍上面 A 他对应的负列系数所构成的那个极数 the theory is 2分之a0 平方 这边的a0 a0 bk就是我一开始对任意的f所定出来的 a0 bk就是我一开始对任意的f所定出来的 converge and statisfy 它满足下面的不等式 ok 因为左手边大有点 所以你自然而然会得到这个不等式 a0 2分之a0 的平方 加上summarize k等于1到无穷大 ak平方 加上bk平方 会小于等于f的长度平方 那这个长度我们刚定成的就是f跟z做内积嘛 那内积是由积分定的 所以就是f平方x的积分 那这个东西叫做 这个equality叫做basel basel 得不等式 就是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附列系数的 这个sequence 都会收音到底 这个叫做remen nabeg nabeg 这一题是我忘了 那时候 博士班入学考 不知道哪一个科目 他考这个东西 ok 他考的情况再广一点 n跑到无穷大的 an 这个东西等于 0 也等于limit bn n跑到无穷大 这个an跟bn的定义 where an就是f 投影在cos kx的分量 bn f 投影在sine x的分量 这个你自己再根据积分写出来 应该是ok的吧 ok 那就不写了 那其实 你最想要得到的应该是 这一个事情 因为 左手边算积分 你是会算 但是有时候那个 急速它长得奇形怪状 你会不知道合 但这件事情跟你说什么 你可以算出某一些急速的合喔 这是可以算的喔 但是你商号只需要求出这个f它的复列系数是多少 那它对应的急速 这些所构成的这个急速盒 竟然就会完整的等于f它自己的平方 再积分嘛 对吧 因为这是nome nome 就是它的这个东西而已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你对 这个商号串起来应该会比急速盒还要好算 但是你必须要满足这件事情 所以呢 嗯 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会接着讲 所以C的结果是这一个 我这边符号可能对了 所以比较繁杂 可能要适应一下 C 这个equation 2分之a0的平方 加上sumension的ak 平方 加上bk平方 k等于1到5穷大 会等于f平方 这个东西 有一个名字叫做possible possible 是Val还是possible 忘了 的 等式identity holds 弱且为弱 f-sn nome nome 是0 看你要不要写 nome 要不要平方 都可以 好 好 这件事情我可以cow 再跟你讲一些 事情 OK 左手边也是算几分嘛 右手边呢 你是把它投影到这个小空间 所以呢 这个事情其实隐含着 L2 Nome of F 等于 大L2 Nome of F 什么意思 首先呢 fc一个连续函数 所以它可以积分 所以可以积分的话 你可以考虑 它自己的平方 然后就是你可以考虑 这件事情 这样子 所以呢 那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去定义 我们刚刚是用这个东西去定 F的L2Nome 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成 这是F在某一个大空间的长度 那你把它F做投影 你投影到 然后 这个空间 你 就是你把它 因为你的AKBK是 用 F跟cos kx 做内积 跟F跟sin kx 做内积嘛 这个叫做AK 这个叫BK 那其实这些AKBK呢 你构成出来 它其实是 是一个 sequence 是吧 那这个sequence 它的空间其实是在 所谓的小L2空间 OK 那当然这个对应也是一个Hilbert Space 这样子 那这样的极数 它对应下来的这个极数呢 它的长度 其实就定义成这个东西 那这个possify 其实跟你说 你F 不管是在大L2空间的长度 跟小L2空间的长度 会一样 好 这个东西你可以接受就接受 不可以接受就算 只是 我怕你就是看到这个东西 就觉得 其实这两个事情是 蛮丑的 确实它的式子写下来 你好像没有想像中那么好看 这样 但是 其实呢 这个你再写得更fancy一点的话 这个 左手边的这件事情 你可以写成 F 它在小L2的 长度平方 然后这个 可以写成F 它在大L2空间的长度的平方 所以你只要一写下来 你就会觉得 这两件事很漂亮 OK 那你真的在算的时候 是算出这个东西 那我有什么叫L2 我想一下 呃 因为 有更广的可以积分的空间 叫做 L2 或是LPSPACE 那就是F 所以L2 Space 就是F平方可积的 那些空间 那些函数 所构成的一个空间 所以L1就是F本人可积 L3就是F三十方之后还是可积 这样子 那小L2也是啊 就是小L2就是 把这个Sequence的每一项都平方之后 取核会收敛 那小L1就是 这个Sequence本人 你把它取核会 取核会收敛 这样子 所以它的定法都是 类似的 好我们进入下一个部分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其实 我们应该是希望这个等式会成立吧 是吧 因为这个等式成立的话 它可以帮我算一些 集数的东西 还有第二件事情是 我们知道F的负列 系数是什么 但是我没有说F 它真的可以展成负列的极数 也就是说 Fx 什么时候会等于它的展开式呢 这件事情我好像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有这两件事情要去做 那我看一下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那这两件事情 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为什么呢 当 这件事情成立的时候呢 那由于 None 这边可以说一点 就是None这个 取None跟极限 取None这件事情是连去的 所以它其实可以往极限里面搬 所以这一件事要陈列的话 其实若且文弱 Limit的Sn 要等于F 那不就是点兽炼的概念吗 是吧 那就可以你说F真的可以透过这个 负列的极数来表出来 OK 所以呢 这三个 这一个等式 跟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不相干的事情 就是 什么时候 F在大L2的长度 会等于F在小L2的长度 这件事情跟 F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负列 F是不是真的可以产生负列的极数 这两件事情看起来绝不相干 但是呢 我们这样算那么久 算下来发现 它其实是想干 它其实是完全等价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解决了这个 就解决了这个 解决了这个 解决了这个 那你要解决了一个 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 什么情况下 F的负列的极数 真的会收敛到他自己 那就是点收敛的概念 好 所以接下来的内容 其实是 也是蛮精华的 我先看一下时间 因为 我不知道这个要录多久 才录得完 但是那个 谁 这一台只能录三个多小时 所以不可以录超过时间 超过的话 如果没有按暂停的话 那他就是我就是 整个都白录了 看起来还可以再录一下 Can Indigo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走这件事情 我们要解决一下 我们要解决一下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partial sum 什么时候会收音到F 但是partial sum 是负列极数的partial sum 所以我们真的来算了一下 我们真的来算 SN 我们继续来 好好的研究SN 这样子 那根据我们之前的定义 就是 就是 2分子A0平方 加上sum n ok k等于1到n 然后 ak cos kx 加上bk sine kx 好 我们把A0 ak bk的定义 给他带进去 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诶 为什么有 这个没有平方啊 我会觉得怪怪的 唉 我要先筑记起来 不然 我回去之后就会忘记了 反正你们可以按快转 前面那个符号都要改 好 CK 可以坐这边 我用k 然后点 f Anyway 所以A0的定義我們把1分之1提出來 A0的定義是1分之1的F自己的積分 然後呢AK的定義我們也知道 我們把AK的定義寫出來 這是1分之1的 這邊好像用到超大版面 還是不用 謝謝看 AK是負排排F 因為X用掉所以我們用T 我們這邊的積分裡面亞變數都改成T好了 因為這個式子裡面已經出現過X了 再用X就不行了 然後CosKT 這個東西再乘上DT 再乘上CosKX 好我決定要改變黑板的模式了 因為要寫很長 再來的式子可能會寫到很長 可能要這樣寫比較好 應該要寫成一半一半的 但是anyway 好 所以這個前面的括號整個是AK 然後乘上口塞開始 然後再把BK寫下來 就是Pi分之1的 負Pi Pi FT 然後Side KT DT 整個乘上Side K 好 這個放在括號裡面 好 這時候你發現積分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整個全部塞到一個積分事情 對不對 我們把Pi分之1提出來 然後 這三個式子 每個人都有 你要說三個嗎 還是N個 N加一個式子 因為它有一個 三分選 它每個人都有一個 1%的負Pi的積分 然後我們把FT 整個提出來 那第一項有一個 1%我們留著 我們把它放到括號裡面 然後第二項就是 三分選的 CosKT 然後CosKX也把它放進來 反正 KX對於那個 積分底T是 所以你要放到積分裡面 基本上也都 無妨 K等於1到N的 CosKT 然後CosKX 然後後面就是加上 SideKT SideKX 是吧 你把這個 把下面這整個閃開 就變成上面三個式子 好 整個的積分 DT 好 那這式子可以繼續寫 為什麼呢 這邊有CosSine CosSine CosSine你會想到 合角公式 所以這個把它用合角公式寫一下 就變成 SumMention的 K等於1到N 然後 Cos 都有K 所以可以提出來 然後我們寫成 X-T 然後 DT 這樣子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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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被我寫成了 F對應的Forest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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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T K等於1到N T T 好 這個我們叫18.2 看一下後面的版面好像也還好 好吧 現在插些單 我要把整個黑板插掉 所以你要按暫停的話 你就 還沒插完 你就直接按暫停 看你耗器 改成一半的黑板比較好寫 這邊 好 我們再來要處理的是18.2這個事情 這個意思 18.2 它為了方便呢 我們令 那個裡面的角度呢 就叫θ θ等於x-T 所以它會變成cos的kθ 然後來計算一下 你的compute 當θ不等於0的時候 好 θ不等於0的時候 我們來算一下 sine 的cos kθ k等於1到N 好 我們同時 我們同時乘除一個 兩倍的sine2分之細打 這邊sine 選的k等於1到N 然後 兩倍的sine2分之細打 然後乘上cos的kθ 你乘了一個嘛 所以還要除一個 所以變成 除以2分之sine的2分之細打 好 那因為2 後面這個跟k無關 可以把它拉到k的前面 所以就是 2sine2分之細打分之1 然後裡面的東西呢 所以我們用激化核叉把它畫出來 2sine2分之細打 sine2分之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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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把 SID 提出來 所以變成 SID 的 K 加 1 2 乘 SID 減掉 SID 的 K 減 1 2 乘上 SID 那裡面變成什麼東西 因為 K 等於 1 代進去的話就變成 SID 的 3 減掉 SID 的 1 2 K 等於 2 就 SID 的 5 減掉 3 減掉 3 所以它變成一個 Telescoping Series 是吧 後面一項 前面一項 這樣可以相消 所以它只剩下頭尾 2 項 2 3 的 2 乘下 因為這是 K 減 2 1 是 K 加 2 1 他們插了 1 之後 然後這個性質不知道又是負了 所以 第一項的前面這一項會等於第二項的後面那一項 第一項的正項會等於第二項的負項 然後第二項的正項會等於第三項的負項 所以會消掉 好 所以只剩下頭尾相減 所以就是 SID 的 N 加 1 2 乘下 減掉 SID 1 代進去是 1 2 乘下 好 好 那這個跟這個 你就把這兩項就是把它寫開 所以前面是 SID 的 N 加 1 2 系打 除以 2 乘下 SID 的 2 系打 後面就是減 1 2 了 好 這是系打不等於0的時候 然後 那當 所以你有 所以你有 這個東西 when 系打等於D的時候會怎樣 你就直接帶0 sum cos k0 然後 k 等於 1 到 n 那每一個都是 1 嘛 所以就是 n 這樣子 好 因此我們可以來定義下面的事情 嗯 有點麻煩 先來這邊好了 嗯 好像又有一點少 嗯 好吧 直接就照著寫 好 這個東西我們給他一個定義 他本來是出現在積分裡面的 我們算一算 部分的算一算就跑出一個積分 F 乘上這個傢伙 對 再加 1 2 啦 ok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定成一個 高級的名詞 那個 function dn of SID 我們把它定義成 1 2 加上 sum 就是那個 part 就算到最後裡面那個 f 後面乘的那一套東西 我們就定成這個 d 那大概會有兩個 case 我們剛剛算過了 第一個是 二分之一 為什麼 為什麼會照抄 二分之一 這應該不是照抄 應該要寫錯了 幸好我有帶 notebook 不是 notebook 嗯 這個 所以如果你 dn 這樣定的話 你發現 cos k 系打 加上 1 2 是 dn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東西過來 因此當 系打不等於你的話 就等於 二分之一前面這個東西 所以就是 sin n 加二分之一 系打 over 2 sin 系打 二分之系打 如果 系打不等於0 那系打等於0的話 就是 n 再加上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加n 因為 下等於0的話 summention cos 這一項會變成n if 系打等於0 好 這個東西叫做 is called the dirish kernel Dirish kernel Dirish kernel Dirish kernel Kernel而言 在物理常見應該是 它 嗯 跟積分轉換有關 這樣子 那它會 它好處是 你這個東西 某個函數乘上 這一個Kernel 然後你做積分之後 會變出另一個東西 這樣子 好 那因此呢 對 這是Kernel的定義 這是Dirish kernel的定義 這是Dirish kernel的定義 我們的18.2 我們的18.2 本來是sn 我們算到最後是 pi分之一的 負pi到pi的幾分 然後ft 乘上 那個 這一頭東西 1 2分之1 加上sum cos k cd k等於1 到n 這個東西 dt 好 那這個cd 可以變回去啊 就是k的x-t 我們那時候不就寫 k的x-t 只是那時候在算的時候 你寫的cd 比較方便一點 方便去做那個 集畫核查的運算 dt 那這個東西不就 你根據d的定義 把d帶在這邊 就是負pi到pi 然後ft 這邊不就變成dn of x-t 嗎 OK 系答是那樣子嘛 我們就把系列來講 x-t 比t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等於 convolution of f 跟 kernel 就是convolution 好這個 這個事情我們叫18.3 好這個特殊的符號 一個信號 here 可能之後也會遇到吧 here the notation 當然在這邊不會多講 因為只是跟你說 你遇到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一個定義而已 sida is code the convolution convolution convolution的概念其實很簡單 你看喔 你從負拍機到π 然後你f如果不乘上後面這個加圍的積分 就是 它自己的就是整個的面積吧 但是你f呢 乘上後面一些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整個把它積分起來 就是你f用後面的函數當成加卷平均 然後去算 它在這上面的積分 所以就是加權平均之後的積分 那加權平均嘛 所以你基本上 你還得要求這個 後面成的東西的積分值是 咦 這樣才有到加權的味道 是吧 這個東西叫做 有人會叫疊肌 有人會叫卷肌 積分的意思 我是卷肌 所以這個東西它基本上推廣的就是你在取一般的東西的加權平均的概念到積分上面 好這個你之後可能會遇到 但是至少在微積分不會遇到 那你有遇到的話你自己再看 自己再去找東西看 好我們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注意到 we know this left dn dn這個加的話是像定 那1 2 本來就是一個 常數函數它當然是 周期函數 後面這個東西也是一個 周期函數 所以整個位置是周期函數 那口菜是偶函數 加起來是偶函數 常數函數當然也是偶函數 所以它是一個 偶函數 所以呢 dn is even 那一個 periodic periodic with periodic to pi perio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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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periodic 所以如果我們假設 f 呢 我們本來是考慮f 是一個在負拍拍上面的連續按數 那我們現在把它做周集性的連拓這樣子 所以我們把f 假設成extended periodically to the whole 整個的 whole 是這樣寫嗎 感覺好像動 to real line 把它整個推廣到整個時速線上 然後呢 你就會說如果你本來這個函數圖形在 2π是長這樣子好了 這樣子 它在負拍到拍長這樣子 那它在外面不知道長怎樣 那我們就再做一次 把這個東西複製貼上到π到3π 3到5π 這樣做下去 推廣出去 把它延拓出去 然後呢 and 我們做一個 我們做一個 在積分的 我看一下 積分的計算裡面 我們這邊做一個那個 變數變換 make a substitution U 等於x-t 18.3 我們有 我們有 好我們就把s的n再繼續算下去 本來我們算的是 它等於π分之一的 負拍 我們用倒數第二個式子就好了 不要用 卷接的那個式子 t 底 t 這樣子 好我們這邊用 變數變換 就算u等 x-t 一算進來的時候呢 上下線也會跟著動 所以變成 x加π 到x-π 的 f t改成 x-u 然後 dn呢 就改成 裡面就變數變成u 然後 u跟t差一個符號 所以是負的du 好上下線 等一下丟到前面去之後 這樣子 嗯 好這邊 好 所以呢 上下線跟符號 combine在一起 就變成x-π 到x加π 然後呢 ft 對 fx-u 然後乘上d n of u du 這樣子 好 首先你f已經被我那個 這個 periodic的 延落出去 所以它在一個2π內的積分 不管你從 你x是 從哪個點到哪個點的積分 都會等於 從-π到π的積分 那 dn它也是一個周期來數 所以它在 x-π 的曲子 就剛好等於-π 在x加π的曲子 剛好就等於π 這樣子 所以呢它又會回到 -ππ的積分 然後 然後 f x-u 然後 dn f-u 這樣子 d-u 所以最後一個等式 是根據 f以及dn 那那個 delicative kernel 這兩個都是周期 函數 ok 所以 周期函數你積分的範圍 你就是可以平移嘛 你這邊從-π 即到-π 就等於這邊 從-π即到-3π 也可以等於你從-0即到-π 都一模一樣 ok 周期函數只要計一個完整範圍 你隨便在哪邊計都ok 好 所以你有這個式子 我們就要 三角形好了 另一方面呢 18.3還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是用一個變數比方案叫 u等於x-t 那我們這邊 下面用u等於-x加t 就取負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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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n the other hand 但是 好 這這邊就寫快一点 我們本來要算的是 sn 那你做一個變數變換 變成-x加u的話 那上下線就被你變成了-x減拍到-x加拍 是吧 然後f的u加x 然後dn-u 因為x-t 負的x-t才是u 所以x-t就是-u 那du 好 由於你的那個誰 dn 它是 even function 它是even function 所以它在-u的取值 它在u的取值 所以π分之一的-x減拍-x加拍-f u加x 然後dn-u d-u d-u 那樣子 因為這兩個又是都是周期函數 比如 比如阿dic 所以呢 它們從-x減拍到-x加拍的積分 就等於-拍到拍的積分 ok f-u加x dn-u d-u 好 所以這是第二個三角形 所以呢 我們把第一個三角形的式子 以及第二個三角形的式子 就是xn 那右手邊一加的時候呢 它們的右手邊的樣子 都是 1分之1 積分從-x-x 到拍 那共同有的是division kernel 都在 那不一樣的是 有一個是x-u 然後一個是x-u 然後一個是x-u 然後乘上division kernel div 這樣子 我們最後得到的是這個結論 很神秘吧 你那個拍桌上這樣算一算這樣會得到這個東西 好 所以我們把我們得到的結果寫下來 但是你會發現3號這邊 用到的完全都是微積分的姿勢而已 這邊 18.2.1 這個 這個標號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好 我們剛剛做的事情 不過就是假設一個連續函數在FuPiPi上面 然後 想要探討它的Fluorate series 對你的posular sum 到底可以被我化繭成什麼樣子 到底可以被我化繭成什麼樣子 RassumeNet F屬於C FuPiPi and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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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iPi 或者是說你可以它原本只定義在FuPiPi上面 然後你把它往外延拓 然後有周期性的延拓 with FuPiPiPi FuPiPi Fu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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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PiPi FuPiPi 就是等於2分之A0加上sum k等於1到N 然後AK cos kx 加上Bk sin kx 然後N等於1 2 一種後種 我們有下面的結論 然後我們有下面的 Integr representation 剛剛得到的結果就是 sum of x等於1π的-ππ 然後這邊我們把變數 積分點的變數稍微改一下 我們把它寫成 然後再把那個2除過去 就變成2分之F的 把u改回t 改成t 加上fx-t 然後整個乘上division kernel 的積分 這樣子 好 好 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 我們要證明那個 複裂極數的點數電視 非常重要的結果 這個 這一件 這個reputation 就是我們剛剛在做的事情 好 有一個簡單的限制 你可以自己去check 1分之1的dn t 等於1 你自己去check吧 你就根據dn的dn 你根據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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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有一個符號 為了 因為 會跟極限有點關係 然後我們不想要把極限符號寫那麼多次 所以呢 我們 為了簡化旗艦 為了簡化旗艦 我們給下面的符號 隨便故意給一個點 x0 如果再 複拍拍好了 fx0 然後右上角寫一個正 這個就定義成limitx的 在x0點的右極限 所以呢 fx0的minus 就定義成f在x0點的左極限 這樣 這樣子 你不想要把左極限符號跟右極限符號寫出來 你就會這樣寫 好 你現在有這兩個東西 這個情況下 好 再來 我們要去用這件事情去說明 在什麼條件下 那個 passibilizing 會成立 也就是f什麼時候 他的複裂極數會 點送應到他自己本身 好 再來我們要去用這件事情去說明 在什麼條件下 他的複裂極數 他這個條件呢 其實 你考慮一個點的左極限 右極限幹嘛 因為有些函數 他可能是 piecewise continuous 對 所以 他可能左極限跟右極限存在 或是他的左導數跟右導數 存在之類的情況 OK 那 所以呢 這個條件 就是左極限存在的這個符號 我條件 所以 這個 考慮 consideration allow us allow us allow us to deal with his wise continuous functions 好 接著我們來計算下面的東西 we compute sn 隨便固定一個點 在 x 在負拍拍裡面 我考慮這一點的partial sum 因為你現在要算點送電訊值 所以你就找一個點 是吧 然後去扣掉這個東西 這個情況如果當f是連續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f的那個 基本上就是fx0 這樣子 因為這個結果最後 對推廣到就是可以考慮piecewise continuous 所以在 在有一些點 他的左極限跟右極限不存 不相等的情況下也是可以做這樣的考慮 對 所以 這邊你可能會覺得有點不自然 為什麼是1 2的左 x0點的f的左極限跟右極限這樣子 我只能跟你說 你就是想像 如果是他連續的case 那這怎樣就變成fx0這樣 所以他這邊只是為了 寫得再更廣益一點 OK 所以就是下面這個事情的操作是可以推廣到piecewise continuous的情況 好 好 那我們把sn的那個定義把它帶進來 它兩個都有1 2 所以我們把它提出來 然後呢 partsum的那個定義把它寫下來 1 1 2 2 然後呢 1 2 2 已經被我提出去了 x0 剪掉 加上 這個東西 前面是減 好 這邊把減下來 前面就寫 減 減掉 然後x 加上t 乘上delete kernel 這個t dT 這樣子 好 由於你delete kernel的積分是1 所以呢 這個整個東西 你可以把它塞到這個積分裡面 因為這整個東西是個常數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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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藍色的部分呢 它就是一個const 塞到這個const裡面 也無妨 是吧 我意思是 藍色的東西 你再乘一個 單位值1 也是藍色的東西嘛 那單位值1 剛好會是這個的積分 所以你變成一個藍色的東西 所以你變成一個藍色的東西 乘上這個積分 那你再把這個藍色的東西 當成一個常數 乘到積分裡面 那紙還是 這個紙還是藍色的東西啊 所以就會變成減掉 那py分之1 我把它丟到 欸還沒有丟 把它就減掉py分之1的 然後呢 負py到py 所以為什麼會寫這個樣子 的理由在這邊 x0 plus 加上fx0 minus 然後乘上dn T dT 這樣子 好 好希望我沒有解釁錯 但是反正有講義可以看 好 所以那個 我們把積分 這樣就變成前後兩項是積分的嘛 都是積分 那我們把它combine在一起 好 所以combine在一起的話 就變成 好所以 py分之1也可以提出來 然後 然後 負py py fx0 加t 這一項呢 我後面去減掉fx0 的右極限 這樣子 然後乘上dn t d小nt dt 好 然後 後面一樣就是 加上另一個 的積分 那這時候呢 就變成了 fx0 -t 然後 減掉f的 在x0的左極限 整個再乘上dg kernel 的積分 好 那我們稍後再觀察第一項就好了 我說的第一項是紅色的這一個部分 那我先不要廣外面的場數 我們就看紅色這一個項好了 OK We look at the first turn 紅色這項我們再寫一下 他是負拍拍 fx0 加t 減掉fx0 plus 的 再乘上dg kernel 的積分 是嗎 dg kernel 他的樣子是什麼 當x不等於t的時候 然後 你可以把它寫下來 所以就是負拍拍 fx0 加t 減掉fx0 plus 我們用那個 寫成sine的樣子 所以是sine的 n加1 2分之1 很像t 整個over 兩倍的sine 2分之t 底t 好 這感覺就很像 微分的樣子 撿一個 然後整個在除上t就好 所以我們這邊除一個t給他 那除一個t之後 你還要再多乘一個 給他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在 哪邊呢 再乘一個t在這邊 好 那我等一下再用 再把 2跟這個t寫在一起 OK 所以式子就會被你寫成 負拍倒拍的 fx0 加t 減掉fx0 plus overt 好這是第一項 那第二項呢 我把它跟 把2分之t整個寫在分子 OK 然後sine的2分之t寫在第二項的分母 好 最後一項呢 我們留下了sine的 n加上2分之1t 所以這個積分裡面總共有三項 OK 好 最後一項 你把它用那個什麼 合角公式 sine n加2分之1 把它用合角公式把它拆開 不拍到拍的 好 第一項我們把它刮起來照抄 第二項也照抄 第三項合角公式帶進來 sine sine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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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項可以寫這個樣子 第二項只是在插一個這個東西啊 我們剛剛在做的是寫紅色部分 我們都只有把DM把它寫開 然後DM寫開湊湊可以這樣子 所以 代表說你後面這一項也可以寫成 類似這個樣子 只是第一項有點不同 所以呢 我們把最原始的這一項 我們要算是這個東西嘛 所以呢 寫在這邊好了 所以它會是一個相對長一點的式子 我們原來要算的是 SN of X0 減掉那個 左右極限的 平均值嘛 F在 F在X0點的 左右極限平均值 所以呢 SN of X0 減掉1 2分之1的 F在X0的 右極限 加上F在X0的 左極限 這樣子 它就會等於 有插在做這一項嘛 會這樣變成 加上 這個東西 的 類似的長相 所以就是 1 2分之1 負拍 倒拍 然後第一項有什麼 紅色那個部分給你的是 T分之 X0 加T 減掉F的 6極限 在T0 在0點 對不對在X0點 然後 後面這一個部分 它會留下來就是 F X0 減T 再減掉 F在 X0的左極限 OverT 好 然後面 其他兩項就是 這一項成這一項 如果我們有門令 我們照抄 乘上 SYCLE COSY嘛 如果我們門令 H H 把這個把中間 把前後這兩項整個令起來叫H H的T 等於綠色的這一項 則呢 上面這個東西 就是 減掉2分之1的 F X0 加上 F X0 Minus 不就會等於 2π分之1 然後 負拍接到π H這個函數 乘上 Sin 2分之T 這個函數 注意我的括號 乘上 cos NT 再加上 HT 然後cos 的 2分之T 再乘上 Sin 2分之T 比T 所以 你得到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跟前面這個括號裡面的函數 相乘做積分會是 內積的意思嗎 OK 所以 如果你要再寫的話就寫成 2分之1的 H 乘上 Sin 2分之T 這個人 的 負列係數 再加上 2分之1的 H乘上 cos 2分之T 這個函數的 負列 Sin係數 是吧 那 那就是 這個人的 an 跟這個人的 bn OK OK 但是H長得這個樣子 所以這H當你取極限的時候 它不見得會存在 所以呢如果我們間諜要求 if we require Limited H 趨均於0 fx0加H 減掉fx0 的右極限 出於H and 下面這件事情 就是把上面的T 改成H 這第1項裡面的 兩項 長得很像微分的東西 我們要求它的極限都存在 h 那這邊可以寫成 x0加H 因為我這邊要求是在 這一點的左極限 OK 那這是要求右極限 both exist 當這兩個極限都存在的時候呢 你H跑到0 或是T跑到0的這個case下 這樣的H它就會是一個連續的函數 這樣子 0 那麼你H所定義出來的這個函數 再乘上 這個東西 sine或乘上cos anyway 這個東西 根據 Remember the best lemma Remember the best lemma 告訴你 這個 任何夠好的函數 它的Fluorier coefficient Ak或是Bk 最後的極限一定是0 那這邊 這項不就是 前面這個函數它的 Ak嗎 那這個東西不就是 Hcos 3.2的 bk嗎 是吧 所以你有 某兩個 夠好的函數的 Ak跟Bk 那你知道任何函數的 Fluorier coefficient Ak跟Bk 只要當那函數夠好 Rumella best lemma 都會跟你說 他會收 他會收斂到0 所以就會得到 所以右手邊這兩項都收斂到0 所以就是得到左手邊的極限是0 所以sn of x0 他會 收斂到 2分之1的 fx0 加上fx0 minus 這樣子 s n 屈性無窮大 所以你才會看到一個很奇怪的條件 這兩個條件 但是我們實際在用的時候其實就是假設他連續 就是 對我們會是在連續的case下 他的極限是不是存在了 這個 不等於他可為 這條件很弱 首先f的右極限是存在的 而且你考慮右極限你去算他的corsion 他的類似右導數的東西 但是也不完全是右導數 因為右導數要求的是這個東西是fx0 在x0點的曲子 但是f可能在x0那一點可能是沒有定義的 這邊只是考慮幾千就好了 對 所以這個條件很弱 他 他無法 沒辦法直接用就是連續或是可為 去 說他是比連續強還是比可 可為弱這樣子 這個條件 他單純就是 就是 那就是這個極限存在 因為他並沒有要求這兩個東西相等 所以他 也不見得是可為 OK 他只要求這兩個極限分別存在就好了 至於極限值是多少我不在意喔 這兩個極限值有沒有相等 不是我需要 去了解的事情 所以我們得到的結論就是這個 所以你發現他條件會放在這邊 不過我們處理的幾乎都是連續按數 所以不用太在意這種事情 你說連續按數不見得可為 對啊 但這個條件並不是可 可為的條件 可為是 左導數要點右導數 但這兩個極限 even甚至不是 你在連續的樣子情況下 他就是左導數等於右導數 所以 這個條件其實你放在連續的地方 他只需要 你再說 更白一點就是 左導數跟右導數存在就好 他沒有要求 在連續的KD下 左導數要等於右導數 OK嗎 因為連續情況 f的x0 plus就是fx0 然後minus就是fx0 好 所以這就是點收鏈的電力 我們基本上已經正穩了 18.2.2 13.1 pointwise conver告诉 convergence 所以我們剛剛給的只有 f是一個 periotic function 的條件 of period 然後呢 它是 piecewise Continuous就好了 onve pi 好 那這個關鍵的條件在於這邊 我們訂了一個類似誘導數的東西出來 但是我們這邊符號跟那個上一期 我們在訂那個誘導數的符號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有點弱啦 H390 plus的fx0加H 減掉fx0 plusoverH 一個比較弱一點的f在x0的左導數 定義成這個quortion的極限 它是fx0加H減掉fx0 minusoverH 如果這兩個比較弱一點的左導數跟右導數都存在的話 在這個條件上文獻上或是一般書上會說 We will say the Dirichlet 它之所以是dirichlet 是因為它可以讓那個kernel有很好的發揮吧 我再猜 dirichlet的條件 hold at x0這一點 那如果這個x0它不是在內部 不是在複拍拍內部 而是在複拍上面或是拍上 就是它在端點的話 at end point 我們只要求一個方向就好了 we will merely require 就是如果是在右端點就要求它 左導存在 它在左端點就要求右導存在 require one of them exist 好 則呢 我們結論就是複裂幾數會點熟練 the Fourier series 這邊它用一個associate 就是跟f有關的那個複裂幾數 或是由f5所決定的Fourier series associate to f 就是fz的複裂幾數會收音到 converge to 這一個值 1分之1的f5 x0 加上2分之1的f of x 這樣子 就是它會收音到x0這一點的平均 左極線或左極線跟右極線的平均 這樣子 好 但這個東西它講起來非常 相對結果比較廣一點 不過我們比較常用的是 f在那一點是連續的話 assume that fb as above 假設上面巧合情況 然後如果f是連續的 就是 把它條件加強在我要討論的那個點 at x0點 the the Fourier series Fourier series associate to f converges to f converges to f x0 這樣子 在那一點會收斂 好以為這個東西你確實 所以只要f在整個上面都連續的話 那它在每一個點的複裂幾數 每一個點它的複裂幾數都會收斂到f在該點的值 是吧 所以在這個橋件下呢 我們 剛剛說的 說是剛剛其實也是 已經蠻久以前的 大概在一小時前 我們那時候不是要探討 兩個等級的事情嗎 就是 f的積分值 就是f的長度 這個極速 與那個 它對應的forical vision 所構成的極速 的核之間的關係 這是第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件事情 我們在說的是 就是 現在說的事情 就是什麼時候呢 一個複裂幾數 它會點收音到這個函數 這樣子 那我們確實已經證完了 這件事情 所以呢 那這代表說 那個核確實可以由 那個極速核確實可以由 f的長度去算 那就是 parseval identity parseval identity 所以它的角度就是 f只要在這上面是連續的 負開拍 折那 f在大L2上面的長度 就會等於它在小L2上面的長度 所以寫下來就是這個東西 其中 akbk就是它的 fureate coefficient fureate coefficient ak是sine coefficient fure coefficient 我看一下時間 看一下還可以錄多久 如果可以再錄的話 就繼續錄 嗯 感覺還可以錄一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些簡單的例子吧 我们来看最简单的例子 Example 1 第一个例子 f 它的x 在-ππ上面 首先我们来算它的负列coefficient 所以对于它而言它的ak就是 1%的 当然你在11计算的时候 你得去算计分 你11计算的话 你用内积的方式写 你根本不知道要算什么东西 用内积的方式写值 你在发展理论的时候好用 它是-ππ 这个函数自己的计分 那它就是π分之1的-ππ xdx 那这个是基函数 所以它的积分是0 所以这时候你发现 为什么要取-ππ了吧 因为你遇到基函数就不用管那了 这是A0 那ak ak的话根据定义是π分之1的-ππ f乘上coskx的积分 那f的定义是x本人 单位函数 然后再乘上coskx的积分 好 x是基函数 cos是偶函数 相乘是基函数 所以还是0 所以它是0 好 所以只要算πk而已 所以它是-π到π的 fx乘上sinx nxdx 然后所以就是π分之1的-ππ xsin kx 发现我得抓笔空 因为分笔会跑到笔 笔上面会一样 好 好 这个不要忘了怎么算 这个用integration bypass 那算吗 你就定u等于x dx V 這裡是括號起來 X 然後K的cos 整個帶X等於負拍到拍 然後減變加 因為它有一個減 所以變成積分負拍拍的cos Kx over k dk dx 好 這個積分 Pi 帶進去是 好 繼續算 所以這邊把它再進去 K U V Xcos 所以前面那項是 -Pi cosPi cosKpi 是 等一下再寫出來給你看 K 然後加上-Pi 然後cos-Kpi 這樣子 K 這個是剛剛用到的 然後加上這個的積分 所以是 加上sine的kx over k平方 帶-Pi 這樣子 那anyway 這是cos一個人的積分 所以這個基本上你看 這個積分就零掉了 因為除上一個kk的常數 不管它 你可以想到它是k分之一的 Forex series 好 所以只剩下前面這兩下嘛 OK 好 那cos的-kx 跟cos的kx是一樣 因為cos裡面的角度乘符號 等於沒乘 OK 所以就變成 嗯 然後這個π跟π是可以消掉的 所以變成 負的兩倍我現在那邊 現在這邊好了 那板擦已經被我折騰到 擦過去還都是板擦灰的 所以它會等於 嗯 -2倍的cos kπ over k 這樣子 OK 那我把π跟 π分之一跟裡面的π消掉 然後有兩個 好 那這邊有一個重點 cos kπ是多少 cos kπ是-1 的k還是k加1自己看 是cos 0 所以你0帶進去 任何數0之方是1 這樣子 好 你可以把前面的符號給它 所以就變成 -1的 然後寫k加1也可以 k-1也可以 2over k 這樣子 所以呢 x 這個函數 它的forer series就是 就是 本來是2分之0 加上sumension的 ak cos kx 加上bk sin kx 那你現在的 ak跟a0 都是0 所以就 不用寫 所以就是sumension的 只剩下bk的部分 就是-1的k加1 然後 兩倍 然後k分之1 k等於1到無窮大 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對的是 on-4pi ok 因為f是連續的 f is continuous 至少在-4pi 上面 不包含單點值 都是連續的 是吧 所以 我們上面的定理 上面定理 colary就是 點收列的那個colary 所以 by colary of 那個 pointwise converge 點收列的colary 你會得到 右邊這個極數呢 可以等於1到無窮大 嗯 嗯 -1的k加1次方 over k over k over k 會 收斂到 2x 好 -pi 這個凱區間 ok 好 但是這個極數 它佔領那點會怎樣 我是不是少寫的那個sine sine 少寫的sine sine kx 它會收斂到 next on 負拍拍 然後它會收斂到 如果你帶 pi 欸 寫錯 這是sine的kx 如果你這個位置呢 x帶pi或是負拍進去的話 那都是會構成一個sine的整數周期嘛 那sine這項就會0掉 所以都是0 所以add x等於正負拍 所以其實這個負列幾數它 但是你發現x等於正負拍的話 原函數的是pi ok 那你會發現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它在端點為什麼沒有熟練呢 它在端點可能就是 它不滿足那個條件吧 看一下喔 Limit的 fx0加h 減掉fx0 plus overh 看是多少 所以是 好現在x0是pi 所以就是pi加h 減掉pi 它的極限是會存在的啊 那這pi點的有極限 這是自己啊 pi點有有極限嗎 那算9極限好了 然後h去均於0- 這樣子 這個消掉了 那極限是1啊 都會存在 我現在思考為什麼 在端點的那個 極限值是存在的 但是 那個什麼東西 它會 在0點它不會 在端點值為什麼不會熟練到它 這邊最大的問題在於 周期性喔 OK 因為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長這樣子 在pi跟-pi 然後它是x嘛 所以它應該是長這樣子 畫上去 畫上去 這樣子 好 所以如果你要求它是周期性的話 它應該在 嗯 复pi這件的曲子 你他媽要取成pi還是复pi 很奇怪啊 如果你取成 复pi的話 它在這邊滿足周期性 但是不滿足連續性 但是如果你在這邊 取成pi的話 它滿足連續性 不滿足周期性 所以在端點值 那個 連續性是不足以被保證的 OK 所以它的端點值才不會 收運到原來函數的曲子 所以在這個 它的兩個端點值 不相同的情況 這種函數呢 它黏不起來 就它無法再用 它當然你可以用periodic過去 它會變periodic 但是這樣的情況下 它在端點值的那個 它在端點值就不連續 OK 就無法保證那個極限值 會剛好是 在端點的這個x等於pi 但它確實是2分之1的 這個東西喔 fpi plus 加上fpi的minus 為什麼 因為是0啊 你這個東西是pi 這個東西是fpi 相加速於0 所以這一件事情 並沒有矛盾那個 最廣的那個定理的情況 最廣的定理情況 是得到 它在那一點會收斂到 左極限跟右極限的平均值 這時候左極限剛好是pi 右極限剛好是fpi 所以它會收斂到0 確實沒錯 再fpi 它這個情況是對的 但它沒有收斂到這個函數的值 是這個原因 ok 好 那這邊有點神 但是至少你要 至少你可以真的自己帶進去去算 然後發現問題 那你發現它沒有收斂到那個值 十十八九是因為 那個 你有了周期性就沒有連續性 你有了連續性就沒有周期性的這個原因 對於這種函數 有動畫在說什麼嗎 有動畫在說什麼嗎 好 既然這個情況下 它在-pipi上面都會收斂 我們其實可以用 possible identity算一些東西 on the other hand 這個函數本人的積分 你知道是多少嗎 f的長度的平方 就是1%的x平方 dx x-pipi 好 所以這個自己算一下 就是2-3pi平方 好 那我們來算一下 possible identity 右手邊的這個東西 在這一個函數的k下 a0是0不用管它 ak是0不用管它 所以你只要算這個東西就好了 所以本來你要算的是 a0平方除以2 加上sum的ak平 加上bk平 k等於1到無窮大 但是對於 這個函數而言 你只要算bk平方 因為其他都是0 好 那bk是這個東西 bk就是這一項 所以它的平方就變成 4 over k平方 然後k等於1到無窮大 好 所以這兩個式子要相等 所以根據possible identity 他跟你說什麼 他跟你說 f的nome的平方要等於 它forer series的這些字 的那個係數的tonome這樣子 所以就等到什麼 3分之2pi平方 要等於4倍的p級數p等於2的和 所以你把4除過去 就得到一個驚為天認的事情 你現在竟然會算p級數p等於2的和 就是6分之2pi平方 很酷吧 基本上kp級數p次偶數都算得出來 p次級數p次基數好像都算不出來 p次偶數你可以上網查 有很多結果 然後再看另一個例子 然後那個例子是 好 f的x的x平方 在 這時候你就會可以考慮 他在fp到pi的b句間上面 因為他的端點值的曲子會一樣 好 所以呢 對他的而言 這個a0就是 -pi分之1的x平方 dx 他剛剛算過2pi平方 然後bk bk bk我先算了 他的x平方 然後sin kx sin是g的 然後x是平方是oh的 所以這是0 好最後要算的是ak k k k等於 負拍 撈拍 x平方 cos kx dx 甚至就是integration by part 一直抓下去 然後你不會做 再來跟我說 我會把你當掉 你再回去修 微疾分1 對 那你會做的話 你就會該會做 所以最後算出來的是 x-1的k次方 4 over k平方 好 所以呢你得到的是 x平方 他的fury series 是3分之1的pi平方 你記住 a0下面要除以2 那時候搞那麼久 把那個 也沒有搞很久了 就是把 常數上那邊除以完 就是你要記得 a0那一項 他是定義成 他的fury series 的consumptin 是2分之a0 所以a0算出來 要除以2 然後加上4倍的 現在只有ak有 所以就是 就是 -1的k次方 over k平方 乘上cos kx sin那一項沒了 因為bk是0 OK 好 那再根據 點收鏈 by colary of pointwise convergence 根據點收鏈 定理那個colary呢 那 1分之1的pi平方 然後加上4倍的 這個sumption -1 k次方 over k平方 cos kx 這個series 他就會收鏈到 x平方 on -pi pi 在端點也會收鏈 很棒吧 很棒 在端點他剛好會連過去 就是 這樣的函數 他在端 端點剛好會 就他在pi的曲子 剛好在-pi的曲子 所以 你就算 你把這x平方 你整個extend到整個輸入線上 他在端點也是連續的 而且也是周期的 所以就完全滿足了 OK in particular 那除此之外呢 你觀察一下這一個series 那你帶一些奇怪的頂進去 看一下會得到什麼結果 那你帶x等於0的時候 因為他會收音到這邊嘛 所以你0帶進去的話 會得到3分之1的pi平方 加上4倍的這個幾數 只是裡面的cos 這個東西要帶0 所以是1 所以你只要是這個東西 要等於0 這樣子 因為這個幾數帶0 要等於函數等於0的值 函數0 函數的曲子在0 剛好是0 好 所以這個東西 你可以算一下什麼 你可以算出一個 調和極數的核 欸不是調和極數 交錯極數 P極數的 交錯極數的核 你可以算得出來 你先把1 3分之1除過去 撿過去 然後再把4除過去 所以會變成-1 2分之1的pi平方 好 那如果你取x等於pi好了 你把pi帶到進來 這是我們指示算0 然後你另一個 case 把x帶pi進去 所以會得到1 3分之1的pi平方 加上這個pi帶進去 變成pik cos的kpi就是-1的k次方 所以跟這個會消 跟這個會變成都是正的 所以變成4倍的 sum k等於1到無窮大的k平方 那右手邊是 這個函數帶pi 所以是pi平方 所以你也可以從這個式子得到 p幾數p等於2的核 也是6分之pi平方 你可以帶其他的數 但是你要帶的數 當然要是一些你可以算的 比如說這口賽的話 你頂多再帶那個 0pi 負pi而已 你如果你要帶一個 根號3號 你只要口賽 根號30多 3分之pi 口賽3分之pi多少 但是你不知道口賽2倍3分之pi 3倍4倍5倍 這個東西算起來很難算 ok 要算也可以可以的 好再來最後呢 我們用那個parsal by identity 找一些東西 on the other hand 所以我們要先看一下 這個函數它的長度平方 所以就是 1分之1的 f4次方的 x4次方的積分 這個自己算一下 就是5分之2的 x4次方 5次方 這邊又寫錯了 這邊又寫錯了 沒有沒有 是4次方沒錯 因為你會除 你外面除一個pi 這邊確實是4次方 好 好 所以PossibleIdentity可以跟你說F的長度平方要等於它的FurrorSeries的那個極數核 所以byPossibleIdentity 這個函數因為是連續所以它的Identity會自然成立 你可以知道F的Square要等於2分之A0的平方 加上那個誰 SummationAKSquare加上BkSquare 可以等於1到無雄的大 現在你有的是 左手邊是5分之4 5分之2x的x4次方還是π4次方 應該是π喔 這邊寫錯 所以是π的4次方 所以是π的4次方 好 A0是多少 2分之2π平方 所以2分之2 4分之4π的4次方 是前面這一項 那後面只有AK在了 BK不用管它 那AK的平方就是 16的summationK等於1到無窮大 K的4次方 分之1 這樣子 好 基本上你的π 在這個式裡面π的POW一定要都一樣 你不一樣你一定有算錯 好 所以呢這邊消掉就是 5分之2π4次方 所以前面這個東西是 四十五分之 嗯 不是 18 減掉10 所以是四十五分之8 所以summationK等於1到無窮大 K四次方分之1 會等於16分之1的 然後 四十五分之 上面是 十八減10 π的四次方 所以就是 九十分之π的四次方 好 基本上照這個裸底下去 你可以算出所有 偶次的 P級數的核 好 我們先上到這邊 等下影片就繼續錄再說 做個斷點 聲音測試 聲音測試 我們繼續往下看例子 這個例子是分段函數 它在 負拍到0是定成0 然後0到拍是定成1 然後 它在0定義成1 這樣子 好 那我們要 首先要找它的 Forrest Theures OK 那麼根據定義呢 我們先來算它的 Constant的部分 根據定義是 π分之1的 從負拍到拍 fx的計分 那f呢 它在0到拍 取值是1 負拍到0 取值是0 所以你其實只要 G 就 它是一個分段函數嘛 你就分段G 那你就是從 0到π 然後1 Dx 所以這個是 單位值1 好 這邊是ak 可以根據定義就是 這個函數 乘上 cos kx 的計分 OK 好 那這個函數一樣嘛 它在0到π 才有值 所以就是 π分之1的 0到π cos kx dx 然後這個你一計 它就變成 sin 那sin 在π跟0 取值都是0 所以 上下線帶進去之後 這答案就是0 好 最後我們來算bk bk那就是 π分之1的 負拍到π fx 乘上sin sin kx 的計分 好 一樣 我們這個函數 根據這個函數定義 我們只需要 計0到π 然後sin kx 就好了 好 那你sin kx 那你就把它記出來 所以就是 π分之1 繼續寫 然後乘上 負的cos kx 除以k 然後x 帶上下線 帶0到π 那這個 你就把負號 提出來好了 負 π分之1 k也提出來 變成k分之1 這樣子 所以就是cos kπ 減掉cos 那cos 那cos 是1 是吧 這時候你會有兩個情況 因為k可能是奇數或是偶數 好 那如果k 是 奇數的話 k是奇數的話 那這個就是1π 3π 5π 7π 所以這個位置都會是-1 所以-1 減掉1 就變-2 那這個負號跟前面負號抵銷 所以就剩下 πk分之2 那如果k在這邊是偶數的話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這個位置 2π 0π 2π 4π 6π 這些在的cos 曲值都是1 所以1減掉 cos0是1 就是0 好 到此為止我們把它的 Forex Theories Forex Theories 的coefficient 都算完 因此呢 我們知道這個函數呢 它的Forex Theories expansion 根據定義是 就是這個東西 加上summension的ak coskx 加上bk 然後sine kx 這邊的k是1到無窮大 好 那個東西把它寫下來就是 把右手邊寫下來就是 A0是1嘛 所以是1分之2 加上 ak是0 所以只剩下cos這一下 只剩下sine這一項 只剩下sine這一項 cos這項的話 就變成這個東西 ok 然後 k等於0的bk bk這時候你寫起來發現 它根據記憶數性 跟偶數性會有差別 是吧 ok 所以呢 你一開始第一行寫的話 應該是 就是 pi k分之2的 然後sine kx 然後這個是 但是 k等於1的話其實沒有值 k等於3的話其實也沒有值 所以這邊的話 在這一步的話你要寫成這樣子 就是這邊的k不是從1到無窮大 因為基數項的話 它的曲值 bk的曲值都是0 所以這邊應該是要寫 這邊應該是要寫 這邊用一個 上面沒有寫的符號 就是k 然後後面寫長一點 k is even 然後這時候你寫上去就可以寫 pi分之k 分之2 然後 是 sorry 是odd k是基數的時候 把所有k是基數的情況加起來 那基數 這基數就是所有基數的正整數 我都要取合的意思 那 後面是sine kx 然後這時候寫起來你會覺得有點便扭 因為是k從odd這樣加 應該很尷尬 但是呢 如果你知道整 基數的部分都可以寫成 2n加1的樣子 然後n是子彈數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它寫成 1分之1 加上 n等於1到無窮大 那時候我們把k 就是基數的這個性質 把它寫進來 所以 嗯 前面就變成2n 你要加1-1都可以 那邊用-1好了 因為加1的話 你從 那就要從0開始 pi分之2 然後sine 2n-1 pi x 好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它的ploria series 好 這樣看起來應該比會怪的 好 那你根據那個點收鏈的 電理 因為這個函數它在除了1 除了0以外的點都是 就是 continuous 所以呢 它會點收鏈到這個 這個幾數會收鏈到 這個 函數的取值 by pointwise convergence 根據點收鏈的性質呢 這個 series 嗯 嗯 2分之1 加上sum m等於1到5寵大 然後 那要不要提出去 然後我們把pi分之2 因為pi分之2跟你的取合的主標無關 所以我們把pi分之2提出來 然後 sum 選的n等於1到無窮大 2n-1 分之sine 2n-1 x 這個幾數呢 它會收鏈到1 2 嗯 1 因為這個函數的取值是 在 0到pi 是1 當然是 不包含0那一點 然後呢 它會 and converges to 0 處拍到0 的開區間上面 ok 那當然如果是在0這一點呢 在0這一點你記住 這個函數不是連續的 所以它收鏈到的是極限的平均值 那這個函數在0的左極限是0 右極限是1 所以它應該會收鏈到2分之1 那沒錯 我們把0帶進去的話 0帶進去的話 sine的任何的整數 這邊就會sine0 所以整個 後面這一個 無窮極數就是0 所以它會收鏈到2分之1 at x. ok 那剛才2分之1不是這個函數 在0的取值 那是因為你這個函數 在0那一點不是連續的 對 所以它收鏈到的值會是 這一點函數的左極限跟右極限的平均值 那我們把這個 這三步的計算你可以得到 我們就把1 2分之1這個長柱移到右手邊 然後2分之2也除過去 所以你就會得到 這一個極數核 後面的這個極數核 是多少 x 2分減1 這個東西 1減掉1 2分之1 就1 2分之1 然後再把π分之2除過去 所以就是4分之π 那極數呢在 0到π的時候 然後 這是對所有的0到π都對喔 記得哈 這是 因為這是 x不管取0到π的哪一個點 不包含端點的話 這個核就是4分之π的 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然後 那極數呢如果是 你把裡面的x 取直在 負π到0之間 那就會等於 負4分之π 那 就會收音到0 當它是0 所以這 看一下 對阿 那這個極數本身你帶0 就知道它是0 所以你不用再透過第三項的運算 再推特下面的結果 好 particular 我們看一下這個極數的x 除了帶 除了這些點之外 呃 左手邊的樣子 就是 這一個極數嘛 那這個極數呢 你覺得帶 x帶哪個值 帶進去 你會算它的sine of 這整個值呢 我們可以算的是 2分之π 當然負2分之π 可以算啦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那 帶2分之π的話 就帶到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跟你說 4分之π 會等於 任何的點 落在 0到π中間嘛 所以你這時候把 x帶2分之π 也會等於 這個極數盒 也會等於4分之π 那我們就把2分之π 帶進去 看是多少 嗯 所以是sine 2n-1 乘上2分之π over2n-1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東西你可以把它展開 所以就是 這沒有寫成K喔 嗯 邊上這個可以讓我 校正一下我的筆記的稿 那你把這個地方成開的話 會是 把分子的部分 角度裡面成開 那就變成sine的 嗯 分π 減掉 2分之π 分母 照抄 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 你如果 一時間算不出來的話 你可以再用分子使用 對分子使用那個 合角公式 就是sine 就是 sine 塞口 cos 然後減掉 cos n-π 然後sine 2分之π 分母照抄 好 那sine的n-π是0 所以這一項是0 不用管它 嗯 所以前面這樣不用算 那後面這一項 你知道cos n-π就是 交錯項 這個 這個在 series的 sequence 的第一節 我就要你算 這個東西了 ok 所以它是 負的 負1的 n-次方嗎 你帶0進去 cos 的0就是1 所以0 剛好是這樣子 是對的 ok 我這邊寫錯是不是 然後sine2分之π是1 所以就是剛好乘1 這樣子 over 2 減1 看一下這邊是我筆記寫出來 是我自己算錯 cos 的n-π cos 的n-π cos0是0 cos1的話 代言去要是cosπ cosπ是-e 所以這個位置要是-e 對 所以是這樣子 好 你看 把-1 把前面的-1 也沉進去 所以就變成-1 的 n-1 次方 over 2 n-1 所以你得到什麼 你得到這個交錯級數 它的核是四分之π ok 你可以透過這個去算一些 交錯級數的核 又說過了 好 下面問一句話 當x等於0的情況下 我在這邊已經解釋了 就不說了 我們看下一個立體 然後這個例子呢 是 也是分段函數 那你會問說在π跟負π 這個函數在π跟負π 你把它extend 周期化的extend的話 它在π跟負π都是 都不是連續的 所以你帶π跟負π進去 應該要收定到二分之一才對 看會不會收定到二分之一 π帶進去會是 π跟負π帶進去 這個位置 會變成π 所以sin的一個整數π都是0 因此呢 後面的Series是0 收定到二分之一 ok 這種簡單的事情要自己去check 好 那我們下一題定義的函數是 就是 在負π到0定義成-1 然後在0到π 定義成1 然後在0是定義成1 這樣子 你可以清楚看出來 它在0那一點 也不是連續的 然後它在端點 負π到π 也不是連續的 如果你把它做 periodic的extension到整個時數的話 會記得那個東西 所以這個函數圖形畫出來是 再負π 倒π 再取值是-1 跟1 函數畫出來是這樣子 然後在這邊是取值在1 然後過來這樣子 所以它是一個分檔函數 好我們來算一下它的 Forent series的coefficient 它首先本來算A0 A0就是π分之1的 不ππ f的積分 好所以這個一算它是 這是0 因為它是 這一看它就是一個 機函數 你要寫的話就寫π分之1 的-π到0 -1的積分 加上π分之1 0到π 1的積分 這樣子 然後這個 就是0 好 來算AK 明顯一下 AK根據定義是π分之1的 -π 倒π f乘上cos kx的積分 那f是機函數嘛 cos是偶函數 所以其實相乘也是 你要嚴格說它是 因為機函數的定義就是 f的-x 等於-fx 這個點你帶 -π到0 到0到π都對啦 那你會說0 0的話要怎麼辦 0的話 不需要去管它 因為0的話就是一個對稱點 我意思是 你要求它是 機函數就是你要滿足這件事情 那0帶進去的話 f0等於-f0 你會覺得好像不滿足 但是 機分跟一個點是 差一個點是 互關的 所以即使它根據定義來說 它在0那一點不滿足那個 機函數得0 因為機函數的話要求f0要 要Stay 但是它只差一個點 所以 在機分而言 它就是會滿足那個 機函數的對稱性質 我都在說什麼 你不喜歡這樣寫 你就把它 寫開 然後真的乖乖去積分 就是fcos的積分 加上π分之1 然後0到π cos的積分 那後面這段的積分 跟前面這段的積分 整個就差一個符號 是吧 或是你可以想成 cos kx 在-π到0 積分變成sin 然後sin 在0到- 0跟-π一個段點值都是0 Anyway 看你喜歡怎麼講 總之那這算出來 ak的積分就是0 ak的值就是0 數學是 兼容併許的 你解釋 解釋的方式很多 那你 只要都可以解釋通 那就是一個好的解釋 解釋通 解釋通的話你就會覺得它 很難 好 最後我們來算bk bk根據定義是π分之1的 0到-π sin kx的積分 加上π分之1的 0到π sin kx的積分 ok 那你這個符號跟這個 算上阿線嗎 因為你知道 要sin在 不行喔 因為這個角度有問題 我想一下 可以分開算的 但是 如果是我會傾向用一個 變數變換 就是對前面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寫成sin y的 -kx 因為 負號拉到sin的角度裡面 會是 就是 如果你sin的角度裡面 多一個負號的話 它就等於 那個沒有加負號的角度 乘上一個負號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變造超 它這部分呢 你就用一個變數變換 你練u等於-x就好了 所以這個積分就變成 π到0 sin的ku 負的du 這樣子 那負號再跟上阿變 就可以跟後面的這一個 積分合在一起 所以就變兩倍的後面的積分 好 那sin kx 的積分就是cos 就是cos 的 負的cos 的 kx 除以k 這時候我們帶上下線 好 這一樣會有機有性 是吧 因為我們剛剛 算這個東西在 前一個例子的時候 已經算出 你帶 拍進去的時候 會有機有性 好 這一樣會有機有性 是吧 所以你要分開討論 所以它最後得到的結論是 4 over kpi 如果你的k是 add k是極數 0 如果k是even 那因此呢 你就找到 對於這個函數 它的Foreal series 那由於 A0是0 那 B0 AK也是0 所以它只剩下 sine的 那些項 所以就是 那我們就直接把那些項寫出來 我們直接在這個 k把它寫成 2n-1 所以就變成 4 over 2n-1 pi 你看這是 k必須 這邊的位置 k必須是基數才有 偶數的話 那些項都會點掉 然後這邊寫sine的 2n-1 x 這就是它的Foreal series 那根據 點收鏈的定理 by pointerwise 或是點收鏈定理下面的coary convergence 那 嗯 現在哪邊呢 這個Series 它的複列幾數 我要把4提出來 然後把4除以π 整個提出來 然後裡面就剩下 sin 然後分母是2n-1這樣子 這個東西它會收鏈到 幾個地方 首先是 -1 如果你的點是帶 那個 -π到0 然後會收鏈到1 因為你的點是帶0到π 那當然它會收鏈到0 如果你是帶x帶0進去 這樣子 那那個0 在0點為什麼不是收鏈到這個函數的取值呢 是因為 這個函數在0 那一點不是連續的 但它的左極限跟右極限都存在 所以根據那個點收鏈的定理 這個極數在0點 就會收鏈到這個函數的 在0點的左極限平均值 所以其實這個極數跟剛剛那個極數就是 跟剛剛這個結果其實類 跟這個 這個嗎 對啊跟這個結果其實是類似的 因為就把四分子拍除過去 就會得到 這邊的結果 那當然還有π跟復π π跟復π 在π跟復π的情況下 由於這個周極函數是跳 跳掉的 它在π點的左極限是1 在π點的右極限是-1 OK 在π點的右極限 因為在π點它應該就要取直 就取到-1的這邊 然後再它加起來 就是對 有東西說什麼 好 所以它的這個極數的那個 會收鏈到點 當然要跟這邊的答案是一樣 因為你這邊的極數跟那邊極數長相 是完全一樣的 是吧 所以這邊就不再多講了 好 那有時候你遇到的函數呢 欸 它不是定義在-ππ上面 它是定義在一個對稱區間上面 OK 那這時候如果你想要找它的 Forest Theories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那個伸縮 對 那當然 下面講的例子其實是可能你們 在物理會用來比較多 就是這個函數只定義在對稱區間上 那也有老師會從那邊去推導說 在一個任意的對稱區間上 你該怎麼定Forest Theories 這樣 那那個計算會相對麻煩一點 因為你賽跟口賽的 端點值的性質就不能直接帶這樣子 OK 那給一個remark在這邊 如果我們給一個 given piecewise continuous function 這邊function 這邊function我們叫g 在某一個對稱區間 我們這邊 用的符號是 -2分之1 到2分之1 OK 也就是說它的一個周期是 t 這樣子 if we put 我們找另一個函數呢 我們定義fx 他就等於g of 這個東西 tx over 2pi OK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OK 首先你先帶端點值 x帶 看一下 t分之2嗎 pi pi的曲子 是 順便到這倒過來 OK 好 那這時候f的函數 你如果f的曲子 如果帶-pi的話 就等於g在 -pi代價 g在-2分之2的曲子 然後f如果帶pi的話 那 它的曲子就剛好等於 g在 tpi除以2pi的曲子 那pipi消掉就是2分之2的曲子 所以呢 f就變成一個 在-pipi上的一個連續函數 f is piecewise 片段連續的 continuous 那基本上就是對g去做一個伸縮而已 就把他伸縮這個倍數 然後得到一個 在-pipi上面的片段連續函數 -pipi 這個到時候你就是看到題目 然後你就自己看就好了 就會知道你那個要取多少 好 if 如果這時候呢 對f5而言 你已經知道他的 forward series 是這個東西 ak的coskx 加上bk的3kx 折 那你要算g 他的forward series 的話 那看一下喔 gx 是不是就等於 f 你這整個位置要變成一個 這整個位置要變成一個x嘛 所以你就是把這些東西 跟x無關的除過去 對 就是2pi x over t 這樣子 那這時候你發現 x帶-2分之t的時候 剛好會是f-pi 然後x帶-2分之t的時候 g of 2分之t 就剛好是f-pi 這樣子 那這個情況下呢 那你就把這一個整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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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f5在x點的 f of x 它的forward series長這樣子 所以 f of這整個東西 它的forward series 應該要長成這樣子 2分之a0吧 我沒有記錯啊 加上summation n等於1到無窮大 akcos 然後把x改成 那 k a 的 2pi over tx 就我們一把x 帶這一個 新的東西進去 然後加上bk 的sine k 然後 這樣 刮在這邊算好的 這樣子 那有時候你會看到 書上是寫這樣子 2分之a0 加上summation n等於1到無窮大的ak 然後cos sin k omega x 加上bk sin k omega x 那這邊的omega就是 這邊的樣子可能是你們之後 很常會用到的 形式 其中呢 omega 就等於2pi over t 這樣子 好 馬上來做個例子 那你理解 如果給你一個 不是定義在 複拍拍 是定義在一個對稱曲線上的 piece-wise continuous function 你要怎麼找他的4real series 我們舉的就是 前面已經有先算過例子的情況 不然要再算一次很帶細脫膨 就是 這個 第五個例子 好了 這個 g 呢 它是 分段函數 它在-1到0是定義成-1 然後在0到1是定義成-1 這樣 這樣子 好 那你 現在也知道 就是對 跟它類似的 函數就是 example 4 的 我剛剛有算example 4 它就是在-pi 道理是定義成-1 然後再拍到 在0到排是定義成-1 的那個函數 所以呢 在 example 4 的時候 We know that 是定義成-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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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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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π除以π的取值 也就是区带-1的取值 那f带π的话就等于g带1的取值 所以你有这一个等式 ok 所以呢 g不就等于f 这两个是 这里面的变换 跟这里面的变换就是一个反函数的变换而已 ok 所以基本上你把这个等式写来 其实你要写 你习惯写哪一个都ok 这case的话 这case的话就是 而且这种case你就会先找端点 就是复π跟π的那个端点 比如说g在-1的时候 要等于f再复π 是吧 那g在 左端点是-1 所以是g在-1 然后等于f带复π 所以这边就写f的πx 就会刚好 这样子 那所以他的forior series f的 fπx的forior series 就是π分之4 然后submation的 n等于1到无穷大 sin的2n-1 那这时候呢 x就把它改成πx 然后分母照抄 因为分母没有x的像 ok 所以这就是g他的forior series 的样子 你就不用再去算g的akpk ok 那根据那个 收链的定理 by 点收链的定理 pointwise convergence convergence 那 g他的forior series 那就会收链到 g连续的地方 然后不连续的地方 就是取 极限值 的平均 他会收链到 -1 如果x介于0到1之间 然后会收链到1 如果x介于0到1之间 然后会收链到0 按x等于0 1-1 这样子 ok 那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去解释 当你的考虑的 function是piecewise continuous 但是不是在-ππ区间 是在一个对称区间的话 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有些时候呢 这个函数 他可能只定义在0的右边 或是0的左边 他说这个函数 他是定义在 我们说什么 2到3 4到5的东西 你就把它平移 平移回来就好了 或是你可以做一个 periodical的extension you ok ok 你就是拉回到0 讨论比较方便 因为那整函数 就只猜 他是周前函数嘛 所以他在 所以你就是把它展到0 以0为原点的一个 对称区间去讨论就好了 那如果这个函数很大 他定义在比如说0到100之类的 你就把它收缩啊 收缩到0到5π就好了 好 那我们再来要谈的是 有一些函数 有一些函数他只定义在0的左边 或者0的右边这样子 不是有一些series 有一些函数 好 那这个 所以这件事情的方法就是 找这类函数他的cos 或是sin的series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 随便给一个 piecewise continuous f 在0A上面 那这个 我们先考虑右半边的就好了 我们可以考虑 我们也consider 这个函数的 even extension 那这个他的extension也是一个函数 那这个 因为你是extension嘛 所以会extend到比原来还要大的 比原来的domain还要大的地方 那这边我们把extend到左边 就是 定义到-A 这样子 by put in 那你的-A到0这一段 对这个函数而已 你该怎么去extend 那就取他的 对象与x軸的这个部分 这样子 所以代表说 在-A 的取值呢 就是原来F在A的取值 OK 这个意思是 x带负的情况 警局就等于F在正的时候的取值 那这个是for x 属于 负A到0 那0的话 当然就不用管它 因为0就是 那个点就 已经 在0那一点 这个函数已经 的取值已经被决定了 这个 这样的extension 当然是even 因为你叫它 even extension this extension is even 所以呢 对于新 你得到的这个extension 它的forer series 它只会有 口扇来一下嘛 它不会有塞来一下嘛 so it's forer series has only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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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一个五环数 乘到一个sine sine是几环数 相乘在对称区别上面几分 就是0 code ok has only cosine turns cosine turns 那 这样的 对于extension 之后的forer series 我们叫它 原来的f的 那个 forer cosine series they call the forer cosine series associate to f ok 它整个概念是这样的 f本来只有定义在点A 那你把它用even extension之后 得到了 even extension 的forer series 那这个 even extension 的forer series 就叫原来f的 forer cosine series 它就是一个 名字这样 那你 对于这样你可以 我刚刚是用 even extension 你也可以考虑 art extension 另外 the odd extension defined on FuAA by putting by putting f 的 f 等于 f 这是for x 属于 for a 0 is an art function 那这个art function的forer series 就叫原来函数的forer sine series 这个extension呢它的forer series 它只有sine turns as only sine turns 成为 F的forer sine series 把我今天本笔都还没断掉 sine sine series associate to f 看它太短了 好像新的 我们看个例子 好这个例子呢 论简单的h x h呢它定义成1 acordo 就是指定義在定義上面 那很清楚呢 這個 第二零 我們剛剛example 5 給的g呢 我們可以視為這個函數的 up extension 是吧 然後0 1 x 小1 等於0 不對 是0 像1 is the up extension of h 那根據example 5 我們知道g 它的4-ray series 是吧 from example 5 g 它的 在這邊 就是 pi分之4的 dim 1 到無窮大 sin n-1 pi x x over n-1 所以 by definition 根據這邊的定義 是 the Fourier sine series of h 就是g的 Fourier series 就是g的 Fourier series 就是這個極數 就是這個極數 這樣子 ok 這個 因為如果你不是在對稱區間的話 我們暫時沒有去 應該不是說我們不知道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定這個函數的那個什麼 那4-ray series 那4-ray series 那就是 沒辦法用我們之前的那種做法定 對 所以我們就是 確實要去找出 因為我們的要求都是在一個對稱區間上 the piece of s continue function 我們才可以去定它的4-ray series 這樣子 那 如果你只有定義在 左 左邊 這個 你的左邊或你的右邊的話 我們就 也不算特別求是7次 就是 在它的extension上面去定 4-ray series 那看你要考慮的是 other extension 還是 even extension 這邊考慮的是 h的other extension 你大概可以考慮 那個 h的even extension 那就是在領義上面都定成 在-1到1都定成1 這樣子 那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所以它對應的那個周期函數 就是對應的 函數應該就是 在-ππ上面都定成1的那個函數 你都在說什麼 你要做兩個步驟 你要先算 如果你要考慮這個題目的 even extension 的話 你的 g1就會等於 1 on-1 這樣子 那你要怎麼找 g1它的forward series 我們那時候說 你要找 f 那等於 e on-ππ的forward series 是吧 你要找這個交貨的forward series 出來 這個交貨的forward series 應該就是 就 A0取2 sine kx 跟coskx 的積分都會是0 所以它就是它自己 這個例子 你去找它的 even extension 其實沒意思 因為 它even extension 就是還是一個常數函數 常數函數 你就是取 常數項就好了 sin跟cos那兩項都會0 不信你自己去算一下 這個東西 乘上sin g sine kx g圈是0 乘上coskx g圈是0 所以代表他說 F的AK跟BK都是0 好 下面我們彈 就像你 我們那時候在講 密集數的時候 為什麼你需要去研究 密集數 因為密集數有一個 良好的性質 就是 你可以逐向微分 跟逐向幾分 ok 那你當然也會想問說 那Forest Theories 可不可以逐向微分 跟逐向幾分 是可以的 不過這邊我們是可以給你證明的 Tenby Term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就是 Tenby Ter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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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erentiation Tenby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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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考慮一個 在FuPiPi上面的連續函數 OK 因為如果你f 對 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人工的條件 但是你等一下再算的時候 你就會遇到的一件事情 ok 就是呢 我們必須要要求 f在端點值的取值會相同 ok 這是一個很人工的條件 但你也必須假設 f' prong 它是suppose f是可為的 而且不僅可為 它是一個piecewise continuous 不然的話 你沒辦法去討論它的forex series 是吧 continuous 好 負拍拍 那如果呢 fx 它的forex series是 它會收 f它的複利率級數會收音到它自己的話 所以 if f 等於 它的forex series 這樣子 那麼 你可以去考慮 f 微分 的forex series 那這個就很像 你把右手邊這一件事情 直接微分 那常數項微分是0 所以只剩下 sumension 坑等於遇到無窮大 的 對於x為分嘛 所以是-k的 ak sine kx 加上 k的 bk cos kx 這樣子 而且 而且 你卻 你會知道 f'它的forex series 長這樣子 而且 它的forex series 會收斂到它 at point x 在端點以外的值 都會收斂到它 並且 還有一個條件 就是 在那些端點值 而且那些端點值 使得呢 f為兩次會存在 所以這其實條件很強 在這個case 像你這樣看過來 就覺得 那就是 f'的forex series 可以有f的forex series f'的forex series 可以有f的forex series 足向尾分得到 ok 好 所以我們再來就給證明 你大概沒有什麼工具可以用 你就是 誒 說沒有什麼工具 其實蠻多的啦 那就是你11章 學的那些東西大概在這邊 不管用 或是你11章其實學了一堆 極速的判別的方式 是吧 判別踏實 受斂與否的方式 那你別忘了 在對forex series 它的coefficient AK跟PK 所構成的sequence 你光是要判斷它收斂與否 你 其實是建構了f的長度 跟這個極速和的之間的關係 才會得到它的尾巴向收斂這件事情 其實 那種 對於一般極速而言的解驗法 什麼Ratial Test Root Test 它這邊你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因為這個你要用Ratial或Root 做不出來 因為cos的k加e x 除以cos的k 這種東西 你考慮一下就好了 這東西一處 你也不知道要怎麼算 ok 如果你進去你可以算看 搞不好你可以算出好的結果 ok 好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給定f的forward series 已經給定它的係數叫AKBK了 是吧 所以我們就 假設 f'的forward series 它的forward series 它的constance是2c0 然後 ck是它的cos前面的係數 然後dk是sin kx前面的係數 of這一個f' 好 所以你在最後的工作就是要去證明ck 也就是你要去說明ck等於多少 dk等於多少 怎麼呢 好 根據定義你要算C0 C0的話就是pi分之1的g的積分嘛 是啊 根據 因為C0是g的 負列 series裡面的constant term 所以就是負ππ 然後f' 這邊用t 這邊用t 有x 用t dt 所以這個根據尤其分基本定理 馬上就是知道f的 f' pi-f' 那根據我們條件呢 f本人的端點值是相等的 所以 相減就是0 好 再來我們算ck 對 ck是π分之1的 負π π f' t 然後cos kxdx Kt 這裡一看就是要用integration by part 是不是 所以你一定 u等於cos x Kt 然後dv等於f' t dT 所以這邊會變成 這邊是用ipp equation by part 1的用一個大括號寫起來 v就是f f t cos kx 代断电子 負π跟π 底u是負sin 所以變成加 v是f 所以變成加 負π sin kx over k 乘上ft 底t 這邊我變數都用t 不對 這邊是這個k是在分子 因為 u是cos kt 所以底u就是k倍的sin t 然後把這個k往前提 好我們就乖乖來算一下 那前面的部分就是fπ cos kπ 減掉f-π cos 負的kπ 好這是第一項 那第二項的部分呢 就是 k 然後加上k倍的這個東西 我把 我再把1% 由上面式子分配進來 所以前面是π分之1乘這個 後面是 k乘上π分之1 然後這個東西 裡面積分的人 你不知道怎麼積啊 因為你完全不知道f的量子 atft t 這樣子 好前面這項端點子一代會是0 為什麼呢 因為cos-πk k等於cosπk 是吧 cos的負的角度等於 cos沒有負的角度之一啊 那你又知道fπ等於 所以 前後兩個都是一樣的數 所以相成就是0 那只剩下後面 那後面呢 我們把k排除在y的理由 是因為 這個東西不就剛好是 f的Fluorium C的那個 sin的coefficient嗎 所以就是 k倍的bk 這樣子 好 similarly 你一樣可以去算similarly 你會得到dk 會等於 負的k的ax 這邊就自己去算 那個做法是一樣 你只是在這邊 寫成dk 然後裡面呢 是f-prong乘上dk的積分 然後算一算 用dk的wip算一算 那這邊我就不算了 那手多一個符號 你算你就知道了 因此呢 f-prong 它的Fluorium Series 就是0 因為它的 不是0 就是Constant Turn是0 所以帶進去 只有 這個turn 所以就是similarly k等於1到無窮大 然後 ck ck是誰 ck是k bk cos kx 然後減掉 k ak ps 然後 所以那個 這個phone不就等於 這邊phone的長相嗎 對吧 負的k ak 3k 然後加上 k的bk cos 我只是把它 算的時候只是點到一些 好 最後我們要說明一下為什麼 它的Fluorium Series 會受限到它 OK 那因為呢 F double prong存在嘛 這就代表說更強要跳 所以 使得 f-prong的delisher condition hold 你別忘了 delisher condition 是那個 這個函數 滿足delisher condition 代表說 這個函數的左導數 跟右導數 會存在 就是講 講得更 講得更 比較通俗一點 就是左導數跟右導數存在 f-prong的左導數跟右導數會存在 而且相等 因為f有二次可違 OK 所以條件為什麼我們放在這邊 是因為 這個理由 addition howis 因此呢 f-prong x 它就會 它的覆列級數就會收斂到自己 等於 把下降 寫出來 k的1到無全大的 -k ak 3k x 加上 k bk cos 那這個你真的要寫的話 你可以把它寫成 f-forward series的微分 所以是 你知道f-forward series是二分之80 所以我們加上 subvention的 ak cos k x 加上 bk sine k x 所以就等於這個東西的 微分 這樣子 其實這個微分你應該要把它再放上去 就是主向微 但是這應該可以理解 好 所以主向微分是簡單的 這樣算一算就算完了 反而這邊 證明相對囉嗦一點的是 主向積分的定理 8.3.2 turn by turn integration 所以說 他條件沒有需要相當那麼強 但是呢算的時候有點麻煩 所以呢 let f be a piecewise continuous true 就算好了 負拍拍 and f 它的伏列極數會收遠到 本身 我們假設它的伏列極數是 2分之A0 加上 subvention的 ak cos k x 加上bk 這邊證明已經證完了 bk的sine kx ok對 1到5重大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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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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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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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 COSIKX 加上BK SIKX T 底T 把變數寫成T 好 看起來就是可以出相機粉這樣子 好一開始我們先介紹一個簡單的觀察 我不知道 其實好像用不到這個觀察 但是 你可以 稍微想一下應該就知道 我現在是知道F它的Fluorate series長這樣子 那我可以考慮另一個函數叫做F 減掉它Fluorate series的常數項 那你會猜它的Fluorate 這個新的函數它的Fluorate series 應該就是那種sin跟cos的term 已經把它的常數項給掏掉了 那這個證明也很簡單 你就是考慮這整個函數它的 Consultant term 比如說叫大A0 大A0就是它自己 G 負拍到拍嘛 那F本人G 負拍到拍就是2分之A 所以一減就是0 所以它的 這整個函數的Fluorate series的Consultant term 就沒了 那AK跟BK可以自己算一下 因為2分之A0乘上cos 或是2分之A0乘上sin 在G 負拍到拍都會0 所以這個的積分 這個函數乘上cos 或sin G一圈的時候呢 只會留下F乘cos的積分 或F乘3的積分 那得到的就是AK跟BK 好 所以呢 這是我們令 大G 那這個函數呢 就是 複拍到X的FT 減掉2分之A0的積分 那我們 減快一點點 可以考慮到G 它的 那個 所以我們現在要找的就是大G 它的Fluorate series 則呢 G 因為裡面的人是連續 就是Pth is continuous 所以它基本上是 快要幾乎可為的 在這邊Differentiable 我用一個括號就是 它可能有有限個點是不能為的 複拍拍 那只要你F是連續的話 這個G它定出來就是可為 這根據我已經分基本定理 G的負拍是不是0 因為就是上下線一樣 積分上下線一樣 所以G負拍是0 然後呢 Gπ帶進去 那Gπ你帶進去的話 就是F的積分 減掉2分之A0這樣子 那你這整個稍微再算一下 因為你知道A0就是 1π的F的積分嘛 是吧 應該說 這個東西前面F本人的積分 從負拍機到π就是 1分之1A0 1分之1A0 再乘上一個 你需要乘上π嗎 應該要還是不要 好 寫一下好了 從負拍到π ft 減掉2分之A0.t 然後你可以把它分開寫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成 π乘上π分之1的 負拍拍ft 好這是第一項 那第二項你可以直接記得 減掉 2π乘上 2分之A0這樣子 好 那 黃色的這個部分呢 被我框起來就剛好是 就剛好是A0嘛 這是根據A0的定義 那後面的消調也會變成A0 那前面有π 後面有π 剛好是A0這樣子 所以G是一個端頂值相同的函數 那F本人想要做的是 用這個 然後再根據微分的那個 Turn by Turn Differentiation 去得到 結果 但是後來發現這條路行不通 但是反正都做了就 就也補上去吧 這一步可能對這個 定理的證明是沒有用的 OK 好 那時候我就想說 好吧沒辦法 這一步好像 習性不太通 就是我即使 知道大G它的 端頂值一樣 然後我試圖用 Turn by Turn Differentiation去做 但是我做 好像做不出什麼東西來 所以呢 那時候就轉一個彎 就一樣 乖乖老老實實的去做 我假設A0 大G的Forward Series 長這個樣子 那那邊的 Coefficient 我都改成大寫 那個符號方便 方便起見 這樣子 好 如果你知道這件事的話 那根據什麼 AKBK A0的定義呢 你就有 這件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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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可以完全來做 我們現在來看 AK AK根據定義就是 1分之1的 副排排大g of 這邊用x喔 阿爸就用x 然後cos kx dx 那這邊呢 你一定是要用integration by pr add u等於g dv等於cos kx dx 這邊你才會發現到integration by它 它強大的地方 那du就是g的pr 然後dx 然後v就是 k分之psi k 這樣子 好所以integration by pr完之後 就會得到 pi分之1 然後乘上 括號的g of x 乘上psi kx over x 整個帶短點值 負拍拍 然後減掉 然後 負拍到pi g prime x 然後sin kx over x 的積分 喔會啦會用到 因為拍 但是拍帶進去這個就0 所以其實你不用算 g拍跟g負拍會不會一樣 因為你拍帶進去的話 cosine sine的整數拍都是0 所以前面這項會是0 這項會是0 帶斷點值的時候 所以你只剩下後面這一項 那後面這一項 我們把符號提出來好了 好 那g prime的定義 你根據g可以根據微積分基本定義 可以求的 就是g裡面積分的那個人 sin kx over k 的積分 嗯 好啦 2分之a0 就這邊你可以猜兩下嘛 f乘上 sin kx over k 的積分 再減掉 2分之a0 乘上sine kx over k 就是記憶圈的積分 但是 2分之a0 反正anyway是個常數 那你知道sin kx 本人的積分就是 記憶圈會是0 這樣子 所以就不用管它 所以你只剩下 嗯 負拍k分之1的 負拍拍 f乘上sine kx的積分 他這個 再一次用到 f的coefficient 就是bk 那樣子 嗯 那個pi分之1要給他 吸進去 這邊寫成 嗯 負k分之1 乘上pi分之1好了 所以整個pi分之1 留給後面 讓他構起來才會是 bk 好 一樣的 下面這邊 可能我看一下 就會用到g gpi等於g負pi的情況 ok 你算算大pk的時候 他會等於k分之1的 ak you should 這樣會用到 gpi等於 g負pi等於0的情況 那這一步你會用到 上一步 是沒有用到的 好 最後我們要找那個 二分之大A0 就是 大g的constant turn constant turn constant turn 我們知道呢 我們知道呢 gpi是不是0 我們剛剛算的 好吧 這邊也會用到gpi 那你把他帶進去之後呢 還是二分之一 你要直接算 他等於g的積分 他等於g的積分 好像還可以直接算 試著直接算 因為我這邊 是直接用那個極速盒 但是我還沒說收斂 我就直接用極速盒 有點 有點耐皮 所以呢 A0 試試看可不可以直接算 好了 pi分之1 以-pi到pi g of x dx 的積分 那感覺還是只能用那個 微積分子 那個integration by par 所以一定 g u 等於 g 然後 dv等於dx 所以 du等於g的微分 然後 v等於x 我不知道算不算 算不顯話 我們再走回剛 那個比較賴皮的路 所以就是 這好像是算不出來 我才 走賴皮的方式 減掉 因為有一個乘上f 所以會算不出來 好吧 -pi到pi 然後 減掉 -pi到pi的積分 g' x 乘上x dx x 這邊這項我算不出來 前面 因為gpi跟g-pi都是0 所以不用管那 所以變pi分之1的 -pi到pi g的微分是f x 減掉2分之1 整個乘上x dx的積分 好 這邊這一步我算不下去 因為 f乘上x f你不知道長相 所以乘上x 你也不知道他的積分是多少 OK 那就是為什麼我這項不會這樣算 但是呢 那我們就回來先說他的收定器好了 反正你知道2A點 你現在也是不知道2A點 但是他商號就是一個 constant anyway 那這個 g 之所以會 他的 forward series 會收定到他的理由 是因為我們的定理的條件吧 因為我們假設 f 是 piecewise continuous f 是 piecewise continuous 你考慮 f 他的 這是一個偏大連續的函數 減到一個常數還是 piecewise continuous 他的積分會變成 會直接升格到那個 piecewise differentiable 因為 連續的話 這個函數連續的話他積分就可微 但anyway他一定會滿足那個什麼 點收定的那個條件 就是他的 左導跟右導數會存在 他是 piecewise differentiable 那我們說那個是deficient condition deficient condition 其實只是要要求 那一個點 這個函數 減掉他的極限值 右極限好了 the quotient x去進行x0正 說明這個極限存在就好了 他並不要求可微 他的左導或是右導數出來 這個case是x0的右導數存在的case x0 plus 這個符號只是 f 在x0的極限而已 搞不好 f 在這個x0根本就 他的 對 像是那種比如說 這樣的函數 這樣子好了 上面有點 下面沒有點 我們長舉的 剛剛那個舉的就是 在左邊定義層-1 在右邊定義層-1 那這個 piecewise continuous function 他的這個極限都是存在的 OK 他積分積起來會是一個 piecewise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就是他在這一點是不可微的 但是他在這一點這個 這個比較廣一點的 右導數是存在 左導數也存在 我只知道說明 就是你的f是piecewise continuous的話 g會滿足 d-shirt condition 所以g所對應的forward series 他就會收音到g 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用 OK 好 我希望那個解釋是OK的 所以這個是 所以這個是 doesn't work 這一步是做不下去的 OK 所以 但是你知道 gpi是等於頂 那你把這個 pi這一點的 帶到他的 forward series裡面 OK 帶到帶g0 你也不帶g0 你只能帶gpi 你要嘛帶g負拍 要嘛帶gpi這樣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那個forward series 是會收音到他自己的 因為gpi等於g負拍 那個端點式是一樣的 所以對於g而言 對於g這個函數而言 他的 他的那個什麼 對於g這個函數而言 他的 負拍跟pi的曲子是一樣的話 那他在pi那一點 你用那個 periodic的extension 把g整個extend到負拍拍以外的話 他在pi那一點就是 周期點 的終點 會是連續的 因為他剛好就等於g的負拍 所以在這一點 他的forward series 會收斂到他的值 OK 所以這邊我們會要求g 這樣是合理的 對 OK 所以這個pi 這邊 剛好會等於 他的forward series 直接把pi給塞進去 好吧 那就是 2分之 0 加上 submation 你的那個 你把pi塞到 這個series裡面的時候 塞個kpi就0了 就沒有寫 所以只是他cos kpi k等於1到5穹大 好 那2分之a0你不知道是寫 但是 大ak你知道是誰吧 這邊我們算 就是 負的 這邊有k 好 他就是負的k分之1bk 這樣 這是大ak你知道的 cos 那coskpi你也知道是誰的 他就是-1的k次方 OK 這整個也只是假 你就知道了 所以呢 做一下移項 我們把submation移過來 所以有一個符號為笑調 所以會得到 submation k等於1到5穹大的 k分之bk 然後-1的k次方 會等於2分之a0 那我這邊為什麼沒有把它算出來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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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這邊留了一手 我沒有把coskpi 把它直接寫成-1的k次方 -1的k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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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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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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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1 -1 -2 -1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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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Series 1%的BkcosKπ 再加上後面那哪項 那兩項 Zimension K等於1到無窮大 AK的部分 我們大AK的部分 我們剛剛算是負的K分之1 Bk然後cosKx 然後Bk的部分 我們算出來是K分之1的 AKPsiKx X2 X2 好,我們把這個東西整理一下 嗯 所以呢 前面兩項是可以合併的 反正這個幾乎都是熟練的 所以你可以亂加 基本上他會是絕對熟練嗎? 應該會吧 所以這一項的話 我的BK可以提出來 看一下喔 寫比較好 BK負的cosKx 對 我把KBK提出來 負的 這一套是負的 cos 但是AK算出來確實是負的啊 所以我把 K分之BK提出來 然後裡面就是負的cosKx這一項 然後加上cosKπ這樣子 好 那後面的這一項就剩下 AK over K 剩上PsiKx 那因為呢 我們已經知道了 G 他等於負拍到X ft dt 剪掉 負拍到X 2分之80 dt 所以呢 這整個G 這整個G 他的forward series 長成這個樣子 所以你要找前面這一項的話 就把constant turn 再移過去 就是我們一開始 跟你的那個 所做的那個觀察 OK 的反過來 的t 所以他的forward series 應該就是把這一項 constant turn 移過去 算constant turn嗎? 然後再加上 這項造衝 sumention K等於1到無窮大的 BK over K 負的cosKx 加上cos的Kπ 然後加上 後面就只是造超而已 好 那你這一項 跟這兩項 是不是就可以寫成那個 積分的樣子 這時候呢 因為cos的-π -Kπ 就等於cos的Kπ 所以我這邊補一個負號給他 就是沒有差 OK 那這邊我就把它寫成 第一項造超 那後面那個東西 我要把它用積分的樣子來寫 就是 加上 sumention k等於1到無窮大的 -π到x 的 sin BK sin 的 Kt的積分 好 第一項我們看一下是不是他 sin的積分之後就變成 -cos 對 -cos kx over k 那-cos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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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是 cos 的積分 那 cos 積分完就是 sin 是吧 所以他積分完就是 sin 那帶三下線的話上線是 sin 的 kx 那下線的話是 sin 的負πk sin 的負πk 就是 0 所以就不用寫了 OK 所以你們就證完了 那最後一句話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複裂习數會收音到這個函數呢 是因為這個函數我說過的 g 會滿足 derision condition 所以 f 本身是 piecewise continuous 所以 g 會滿足那個 derision condition 那這件事情是 for x 屬於 -ππ都對的 OK 好 我們對於這個東西做個例子好了 好 我們對於這個東西做個例子好了 然後這個 example沒有標號 不過呢他是從 example 4 來的 那 example 4呢 我們得到的結果是 這個 piecewise continuous function 在負ππ上 然後 0 小於等於 x 小於π 在 0 的左邊定層-1 在 0 的右邊定層-1 這個情況下呢 他的 forward series 長得像是 π 4 的 summation sin 的 2n-1 x over 2n-1 那 x 等於 n4等於 1到無雄到 好不好 這邊寫 k 那就寫 k吧 好 那根據那個 turn by tur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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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一個 一些東西 好 根據呢逐項積分呢 我們有 好 我們先看一下 f 本人 f 是一個 長就是-1到1嘛 所以他一積分積起來應該是絕對是函數吧 f 的長相是這樣子 在這邊是-1 然後在這邊是1 這樣子 所以他的積分積起來應該是 對阿 就是他積分積起來應該是 G的底下面積應該就是 這一塊到這一塊吧 為什麼-1 這邊是-的 g 的 x 就定義成 從-1 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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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的尾分要是他 我看一下G的尾分-1 是啊 我突然不會說 我要說F的積分是絕對值函數 那絕對值函數的尾分是他 沒有錯啊 當然差一個點 因為他在絕對值函數的0點 是不可為的 為什麼我無法直接從這件事 積分得到 我是哪邊出了差池嗎 複拍到0的話那基本就是 拍0 絕對值函數 奇怪啊 突然不會算 突然不會算那個 那個函數的積分 X 借於這邊的話 對啊 這個算出來如果X是小一點的 先考慮X小一點的case好了 所以就是-1 -1基起來就是-x-8 所以是-x 這個的 這不會等於絕對值函數啊 那這樣 拍-x 太神秘了 而且-1的積分 在-的區間 喔有耶 有可能啊 因為這 不對啊 你的x-π是 x-π 這邊是-t 這邊是-t的-π到x 所以就是-x 所以就是-x 加π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當然x小一點的時候 對啊這整個值應該是-的啊 好 這如果G Ax小一點好 X大於0 AX大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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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個簡拍 太詭異了 明明上完這個就上完了 居然卡在這邊 真是實實難聊 應該不是從副拍機喔 應該要從0開始機才可以喔 從0開始機才會等於拍 這個下面才會剛好等於X 那你從0開始機到副拍 然後 所以這個接位範圍可能有所改變喔 這範圍應該不是這樣 這範圍應該是從0到X 那你的X就可以分正跟負了 那因為你要從0開始機 你才那個 計出來的值才有負的才有那個 應該就是0到X的ft dt 這樣機的話 有幾個case 如果X是大於0的話 就是X 如果X大於0 那如果X小於0的話 這邊就變成0到X 負1底T 那這個機出來就是負的X 如果X小於0 那你等號可以放在這邊 好啦這樣才對啦 所以這個東西是等於 那這個整個 函數不就是 絕對值的X 所以你發現 絕對值的X 就是這個函數從0計到X 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其實在那邊算很多 就是算了一個常數項 其實常數項也是到 到最後才 才決定 OK 這邊寫在這邊 我們最後得到的解釋是這個 X 剛好就是 X絕對值當然就是F的積分 那你知道F的積分 這樣的話 這個函數 絕對值X 它的FORRORS SERIES 應該就是F的FORRORS SERIES 這個積分 所以就是 這個的積分 所以應該就是 π到4 從0計到X的 summension的K等於 一到無窮大 積分從0到X sin 2K-1 t over2K-1 dT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東西算一下呢 就是 然後sine k 2k-1 代進 2k-1 是常數嗎 不要管它 然後呢 就是cos 2k-1 看要不要加負號 嗯 cosine為分是負責 所以要加負號 然後整個over2k-1 然後t 然後t 要帶0到X 帶0進去就是0 然後帶X進去是整個是負的 所以會等於 所以呢 X它的forwardSeries就是這個東西 負的pi over 4 的summation 可以等於1到 無窮大的 這邊會猜一個常數項 cos 0代金句話有多少 cos0是1 所以 要代喔 這個0代金句話要算 好吧 我們繼續算完 這也是 我已經把它的符號給拉到前面 所以 這邊是2k-1的平方分之1 然後cos的2k-1X 減掉cos的2k-1 加上0 這樣子 好 那這邊有一個常數項子藏在裡面 你看 所以呢 它的cos前面那項其實只有-4%的 我們把那個Constant term把它拉進來 所以是4%的 可以等於1到無窮大 那cos0是1嘛 所以拉進來 整個拉出來之後就變成 1 over 2k-1的平方 然後後面呢 這邊變成 減掉 剩下的是 cos的那一項 所以是 cos2k-1 2k-1 2k-1 平方 這樣子 好 那這一項是多少 這一項不就是 不管如何 這一項就是 1 2分之1的 負π到π 絕對值X 的積分 是吧 因為 因為什麼 因為呢 絕對值X 它的forward theory 會等於 f的主向積分 那你主向積分幾晚之後 你發現 它有一個cos的turn 就是那個 三角函數的turn在後面 那Constant turn就長這樣子 那因為它是它fury的極速 所以它的 綠色這整個應該要等於這個 那這個稍微算一下就是 這個多少 這個整個像就是等於2分之π 你積分嗎 就是 這個算起來就是 那個三角形 那個三角形就是 這邊 這邊有兩個三角形 那時候是π 那長度是π 高度是1 還是π 是π 所以是1分之1π平方 看一下喔 這邊要除一個π 1分之1的這個東西 這樣子 那個面積整個就是π平方 除以π就是增加π 所以是2分之π 這樣子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找 因為你要我直接算這個 我也不會算 我一定是從這個地方找的 所以呢 你就得到 x的forward series 就是 2分之π 減掉 2分之2 4的sum k 1到無窮大 cos 2k-1 x over 2k-1 是 2分之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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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固定一個 這個時候T固定成0的話 那你的SUMB起來一定是一個極速盒 那就是一個常數這樣子 所以這邊也要改一下 這真的你在算的時候 當然就是F跟G的關係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積分範圍 就它不見得是我們定理 因為我們定理就是選副拍去算這樣子 然後算出來那個副拍 我們剛剛在算那個 把下線副拍真的算出來的話 應該在這邊 這邊我們那邊副拍算出來的時候 真的有這一項嗎 這一項在這邊 那這一項它其實會卡在這邊 那這邊呢我們其實 把它寫成積分樣式是這樣子 就是它會寫成這個BK的積分 這樣子 但是它真的把它 你真的把它寫成就是 沒有積分的樣子的時候 就G往下寫的話 這邊有Constant Turn 然後這邊其實也 這邊其實也會 你寄出來也會給你一個 帶負拍的Constant Turn 然後這兩個combine起來 才是這一個被你積分的 傢伙的Florer Series的Constant Turn 這樣子 那剛剛那個Case是因為A0就剛好是0 所以你乍看之下它不會有Constant Turn 但是沒有 其實有 在這邊帶的話 帶上下線 在積分的時候就會跑出一個長出向出來 不過你最後在決定長出向的時候 這種題目啊 跟積分有關的 最好就是 你一定會搞到一個 無窮奇數出來 然後你就是 你看Constant Turn 一定會有一個無窮奇數像 那這個無窮奇數像 你不要直接算 因為你根本算不算 你就是用這個函數它的Constant的定義 用積分的方式把它算出來 是最快的 OK 好 我們這一節就上到這邊